第4141张大地杀阵 砰砰砰砰 四拳过后 凌寒的身形矩阵 向后连连叠退 四弟子的攻击太恐怖了 在动用底牌的情况下 这不至18名弟子在联手而攻 可那又如何 经过了混沌及雷塔的削弱 他们的攻击威力已是锐减 再加上凌寒又可以化解六众天内的攻击 自然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如此恐怖的一轮攻击 居然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四大弟子皆是瞠目结舌 完全无法相信 你还是人吗 弟子本就应该横扫同阶的 现在四弟子联手 还燃烧了地穴 动用了底牌 可居然只是将临寒轰的倒退几步 简直跟做梦似的 难道 除了依靠大境界的压制 就无法奈何得了这个家伙吗 这样的觉悟让四弟子都是绝望 如此恐怖的家伙 要一个人压制一个时代吗 哪怕这个时代无法成帝 可这家伙成圣的话 绝对是第一圣人 再加上母精宝器 即使不能升得成帝兵 可帝兵也许也无法压制他吧 此人面面相去 皆是想到 必须趁灵寒还没有形成气候前干掉他 否则的话 等这小子真个成圣了 到时候天底下就真没有人制得了他 可问题是 这里的记忆带不出去 离开之后 他们就会被斩掉相关的记忆 根本不会记得林涵身上有一件母精宝器 这就尴尬了 无法在这里解决掉林涵 还让这家伙得到气韵真龙的话 这家伙不得好运连 机缘不断 成长速度更快 林涵可不管他们心里有多么憋屈 立刻发起了反击 他迈进声单大圆满后 就是要来吊打这些人的 轰 轰 轰 他打出的攻击无比可怕 根本不用什么先术都有莫大的威能 而当他展开寒冰路先止的时候 冰龙再加上寒冰能量的加持 顿时让四大弟子都是头痛至极 这攻击太可怕了 而且还是远端攻击 冰龙锁定他们之后 不去轰碎他们的话 便会一直追击自己 逼得这些弟子只能动用地术去化解 四大弟子都是叫苦不迭 他们的地血燃烧可无法持续太长的时间 现在还被林涵压制着 这如何看得到胜利的希望 他们越打越是绝望 虽然现在还能保持不败 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在饮阵止渴 只要他们的爆发期一过 接下来自然只有被林涵一一打出匿境了 以后 林涵要一马当先帝冲上绝颠 极可能独领风骚一个时代 烙印在历史之中 四大弟子都是拼命 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拼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十几分钟之后 他们的气息就开始断崖四地跌落 再不负先前之勇 地血燃烧完了 他们恢复了正常的战力 这怎么扛得住林涵的战力 砰砰砰 三拳两腿 林涵就痛快地干掉了三个 四大弟子便只剩下百里车一人 林涵在斩神威 将百里车升擒住 你想干什么 百里车怒吼道 虽然他知道 自己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可落在对头的手里 让他感觉羞辱无比 砰 林涵一拳砸了下去 自然是揍你一顿 将你打出心理阴影 以后一看到我 甚至一想到我 都会感觉浑身发寒 啊 百里车惨叫 不管这是灵魂体 还是真正的肉身 都是痛入骨髓啊 林涵可不管 生生将百里车揍到死 然后 替死符发挥作用 让百里车又活了过来 那又如何 继续揍 他将百里车揍死了七次之后 这家伙的替死符中是用镜 化成一道碎光消失 这样的深刻教训下 哪怕斩掉记忆 应该也会直下本能的恐惧吧 林涵一笑 他期待再次遇到百里车后 对方会不会胆害得哆嗦 现在 所有对手都被扫平了吗 嗡 那敢大骑烈烈作武 骑士突然降了下来 将他一下子包裹了起来 然后向着那座大青山飞去 这么看来 他应该是唯一的圣者 自然为王了 林涵还有心情这么想了一下 嗅 骑士包裹着他 速度飞快 很快就来到了大青山山腰的一处 只见这里的山体内线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窟 真龙密窟 当年真龙就是住在那里的妈 一念未必 林涵已是被骑士包裹着落在了地上 他才刚刚站起身 只见洞窟中飞出来一道龙形白光 速度飞快 修帝一下 就没进了他的身体之中 这是 细韵真龙 林涵砸砸嘴 似乎一点感觉也没有啊 既没有让他感觉脱胎换骨 也没有唇齿流香 他吐槽一番之后 便向着前方的洞窟走去 但才走出两步 他就生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只觉危险至极 再踏一步就会万劫不复 他开启铜树 一扫 已是了然 前方有意做阵法 完美必荣于天地自然之间 仿佛天成 而这威力 恐怖的无法形容 帝兵 这是林涵的第一感觉 之前在血海蜜镜中 他见过帝兵发威的情景 就是这么的恐怖无边 但是 这明明只是一座阵法 斯 大帝杀阵 林涵明白 这肯定是那条真龙布置的 如此大阵 连圣人都可轻易击杀 便是圣人拿着帝兵过来 估计也只能保一时之平安 一旦无法再让帝兵发威 肯定要被阵法绞杀 他不由好奇 在这样的一座大帝杀阵之内 难道有真龙留下的秘宝吗 否则的话 需要用大帝杀阵来守护 如果可以破开阵法 林涵的心脏不由砰砰地击跳起来 那自然是转发大了 可是 他不过阵法宗师 在网上一层才是圣师 可圣师也不过媲美圣人 不可能破解大帝杀阵 这是地级阵法 只有祖王才能布置 也只有祖王才能破解 哎 没辙了啊 可问题是 气韵真龙已经得手了 干嘛还不放他离开呢 难道 之前的那道龙形白光并非气韵真龙 闲着也是闲着 林涵便开始研究起 大帝杀阵来 如果可以学到那么一丝丝 对于他的实力提升也是惊人的 第4142章黄金一代 林涵用尽心神 却是什么也琢磨不出来 大帝杀阵 远非他目前的境界所能契及 因为这连圣人 亦只能干瞪眼 林涵觉得可惜 他不求学到完整的大帝杀阵 而是只需要学到一脚 那足以脚杀尊者 威胁圣人了吧 就如他混沌集雷塔中的天道火 学不了就学不了吧 他一边努力液化丹池 一边则是修炼着心得的四种九星高层次能量 还有寒冰露仙止 这可是地数 待他迈进真我境之后 能够发挥出莫大的威能 只是 现在进退不能 将他卡在这里算是几个意思 几天下来 林涵已经将能够踏足的地方都是走过了一遍 但这个地方并不大 而且 除了这个大洞窟之外 其他地方其实也很普通 只是草树长得特别旺盛 又是好几天之后 只见山脚下飞来一道物事 不是一道 而是两道 一前一后 差距极小 所以形成了视觉上的错觉 与他之前上来时一样 这是两个被包裹在旗帜中的人 秋休 旗帜的飞行速度太快了 一黄眼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然后 这二人也现出了真容来 这二人都是男性 看上去也十分年轻 但从他们身上显露出来的气息看 那真是恐怖 尤其是那名黄山青年 浑身有黑色的魔器沸腾 好像轻轻一震 就可以将苍穹撕裂 可怕的无以复加 另一名绿衣青年 虽然不如黄山青年这么霸道绝伦 但同样鹦鹉神俊 只是在境界上差距太大了 顿时有若引火一般 被完全遮掩了光芒 一个真我静 一个更是画灵静 灵寒明白 这二人是真我静和画灵静中的胜出者 就像他是生丹静的代表一样 秋休 两道龙形白光涌过 分别没进了这两名年轻人的体内 气韵真龙 一 弟子葵 绿衣青年显然也不知道之前与自己同行的人是谁 但一看到黄山青年的模样时 他立刻拱手为礼 露出了尊敬之色 弟子葵 林涵并不奇怪那黄山青年弟子的身份 相信只要有弟子参战 除非遇到他这种变态级别的选手 一般肯定可以杀出来 可弟子葵这样的叫法 呵呵 却是头一次听到 弟子葵看了绿衣青年一点 点点头 你是成庆吧 正是 绿衣青年十分客气 这不仅仅是相差了一个大境界的尊敬 而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敬畏 弟子葵没有再说话 而是向着前方看去 双眼扫过 神光交织 泛动着无尽的符纹碎片 嘶 好恐怖的家伙 林涵有种感觉 对方若是要对他出手的话 那一个念头就可以斩了他 没办法 境界差距太大了 怎么回事 这里居然将生丹静 真我静 化灵静放到了一起 那化灵静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弟子葵对林涵没有多看一眼 而是盯上了大地沙阵 在那无比专注地观察起来 林涵在心中摇头 这可是大地沙阵 也说你只是化灵静 就是成了圣人 顶多也就是能够修得一脚残阵而已 弟子也不管用的 嘿嘿 你是怎么从生丹静脱颖而出的 成庆则是对林涵有些好奇 我们诸大地族已经私底下划分好了 东陵 虎云 金陵等地族派出生丹静的弟子 可最后冒出来的人居然是你 靠 地族还干这种事情 如此一来 细运真龙就要被地族包揽了 而且 地族之间的竞争也被限定在了有限几家之内 让每一家地族都可以看到胜出的希望 当然了 碰到林涵就算他们倒霉 这家伙比弟子还要妖孽 连百里车等四弟子联手也是不敌他 林涵心中念头电闪 他相信真龙不会那么失之公平 将他放在这里被真我敬 化灵敬欺负 所以 这里应该有什么限制 真打起来大家的境界会拉到相当的境界 又或者 根本打不起来 林涵淡淡一笑 一群土鸡娃狗 很轻松就横扫了 哈哈哈哈 澄清大笑 然后摇摇头 这一代的弟子真是不行了啊 小子 你很幸运 没有出生在百年前 不然的话 你就会知道黄金一代的恐怖了 什么黄金一代 林涵在心中嘀咕 但并没有问出来 不过这个澄清似乎有些画牢的前职 主动说了起来 百年前 武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不但帝族中出现了许多可以替美大帝当年的优秀族人 便是普通家族也出了许多天才 看到他没有 他指了指弟子魁 这位就是黄金一代中的一员 不过百岁而已 却已经是零化境级别 相信两百岁之前可以成教主级 三百岁成尊 五百岁成圣 五百岁成圣啊 古往今来 这样的资质足以列入前十 可在当今之世 这样的天才却是多达百人 所以 你小子要是出生于那个时代 肯定会感觉到无尽的绝望 成庆感叹无比 似乎也在懊恼自己 为什么没有早生几年 成为黄金一代中的一员 事实上 他可以从真我进这个级别中杀出来 肯定也是这个境界中的佼佼者 却还如此推崇黄金一代 可以想见 像帝子魁这样的天才有多么妖孽了 只能仰望 连比一比的资格都没有 林寒星中一动 到 火云地族的林轩 也是黄金一代吗 帝子轩 当然是了 成庆点头 这家伙还真是没有什么架子 他顿了一下 又小声地道 帝子轩在黄金一代中都是数得上号的 早已经迈进教主级了 林寒刺了下牙 他杀了林朗 那肯定要和火云地族杠上 面对帝子轩这样的牛叉人物 但只是一瞬间而已 他就豪情大声 帝子轩又如何 干翻了 那一代的人 都以帝子轩 帝子葵这样称呼吗 他又问道 不错 也只有黄金一代才有这样的资格 成庆点点头 然后握了一下 又向着林寒道 对了 你叫啥来着 林寒 林寒笑道 咦 你就是那的林寒 成庆有些吃惊 然后笑了起来 难怪可以脱颖而出 听说你被称为帝子杀手 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 第四千一百四十三章五人席 帝子杀手 林寒就呵呵了 他也就杀了一个帝子 而且现在外界还没有人知道 所以 帝子杀手应该不是指他真杀了帝子 而是他的实力强到可以狙击帝子的地步 咦 成庆又露出了不解之色 东陵帝族不是分道了生丹静吗 他们的帝女号称资质不弱 黄金一代 居然也被你打败了 这就恐怖了 帝子本来就牛叉无比 新网排名第一在他们面前根本就是渣渣 而黄金一代那更是让举世天才绝望的存在 现在 一个堪比黄金一代的帝女居然也被淘汰了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林寒一笑 道 石梦寒可不是我打败的 应该是被百里车徐杰等人联手轰败的 这就难怪了 成庆点点头 黄金一代虽然牛逼 但在生丹静这个阶段 无法真正掌控天地道泽 与其他天才的差距并没有完全拉开 再说了 石梦寒也只是堪比黄金一代 又非真正的黄金一代 不对啊 成庆又奇怪了 那你小子又是怎么跑出来的 我啊 林寒一笑 先躲起来 然后再捡便宜喽 这话大致没错 他确实先躲了起来 但并非是剧敌 而是在冲击声单大圆满 而所谓的捡便宜也只是自欠 可在长庆看来 这确实理所当然 林寒肯定先躲了起来 等百里车等人与持梦寒站的两败俱伤时 这才跑出来捡便宜 一举胜出 当然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普通人根本捡不了这样的便宜 也可以看出林寒的强大了 要成庆相信林寒一个人就打败了百里车等四弟子的联手 呵呵 真是开玩笑了 咻 就在这时 指尖又一道光从底下飞射过来 这不是注击就是注顶中的胜出者吧 人影一闪 献出一个娇俏迷人的少女来 又来了 这少女狠皮 一落地就振臂大呼道 娇憨十足 咻 一道龙形白光涌过 眉进了少女的体内 气韵真龙 澄清立刻目光一亮 这个少女真是美得不像话 而且娇俏憨人 充满了纯真的气质 让她都是怦然心动 要知道 这可是与弟子弟女的争夺中脱颖而出的 所以 这少女不只是美 而且武道天赋也是强得不像话 这是哪一家的弟女 呃 你最好不要多想 林寒说道 咦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澄清亚然 然后猛地摇头 不对不对 我想什么 你管得着吗 靠 她追求个女人 难道还要林寒批准 林寒 虎妞已是看到了林寒 顿时一个虎扑跳了过来 直接纵进了林寒的怀里 林寒则是哈哈大笑 将虎妞抱住 乱心没事吧 没事没事里 我们两联手 打的那些什么弟子弟女都是满地找牙 最后我们猜拳 她输了 妞就跑过来了 虎妞格格地说道 虽然又急又快 却又清楚无比 林寒点点头 那就好 一边 程庆看得是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她刚刚才看上眼的小美女居然和林寒搂搂抱抱的 显然 她们早已经是一对了 靠 程庆不由郁闷 像她这样的弟子是很难看得上一个女人的 不光是长相 更重要的是气质 而虎妞天真 单纯有若一张白纸 让她看上一眼就怦然心动 可没想到却早已经名花有主了 不过 她在转念一想 不由骇然 这对情侣也太变态了吧 独占柱顶 升单两个境界的魁首 那等他们成长起来 联手之下是不是连黄金一代都能匹敌 其他天才在交情好也不可能整天粘在一起 但情侣却可以 柱顶也到了 还少一个柱鸡 人就齐了 林寒南南 真龙将他们这些胜出者放到一起 总不会闲得无聊吧 唉 成庆在一边叹气 可虎妞只顾着叽叽喳喳地说着一路的经历 而林寒也是饶有兴致地听 两个人都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这让成庆更加郁闷了 忍不住开口道 你们两个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你又没有受伤 同情你干嘛 林寒笑道 谁说没有 我的心受伤了 成庆做了一个捧心状 我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 谁料还是名花有主的 更可气的是 你们居然当着我的面秀恩爱 是不是太残忍了 呃 真是不好意思 那你走开一点 林寒好心地建议道 李玛 信不信我真的会打人 成庆安生叹气 这是不是史上第一对情侣党出现在此地 又是一会之后 最后一人也到了 这是住基金的胜出者 乃是孔雀地族的一名弟女 美得惊人 但在虎妞面前不得不相行见处 毕竟她虽然是美女 却还没有达到角色榜前十的层次 这让孔雀族的弟女十分不爽 只是境界差距太大 她根本打不过虎妞 只能在心中恨上几下 她当然也得到了气韵真龙 五人骑 这时 弟子奎也走了回来 脸上带着一丝遗憾之色 可惜啊 见到了大地杀阵 却是半点也无所得 见过弟子奎 看到弟子奎的时候 孔雀族的弟女连忙行礼 神情之间居然有些狂热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 要知道 弟子弟女都是眼睛生在额头上的 可这名弟女居然流露出如此神情 可见当初的黄金一带是多么的扭叉 完全深入人心了 都说地族出不了第二尊祖王 但极有可能在这一带被打破啊 成庆感慨道 更有一丝遗憾 因为他出生晚了几年 没能赶上那个黄金时代 林寒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 道 武道路上 天赋固然重要 但悟性 毅力这些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 你得到了气韵真龙 说明你的运气也不错 以后也会更好 未必就没有成帝的可能 哈哈 我就喜欢听这样的话 成庆大笑起来 嗯 武人同时一领 因为从洞窟之中射出一道清光 在武人的身上皆是扫了一圈 第四千一百四十四张进洞窟 到了这里 谁也没有怀疑 这必然是当初的真龙布下的手笔 所以这道光也必是真龙的手段 真龙啊 大地级别的存在 而且是在当初神兽接线的时代 乃是地中之地 恐怖的无法形容 被这样的光射在身上 谁能不心中坠坠 哪怕弟子葵都是表情严肃 他虽然是黄金一代 而且现在已经迈进了画灵境 只差一步就能成为教主级的强者 可在真龙的手段面前 他却是弱得不堪一击 地高龙于九天之上 俯瞰众生 哪怕划到亿万年 布下的手段依然可以轻易绞杀圣人 能够抗衡地的 只有另一位地 翁 混沌集雷塔在灵寒的是海中轻轻震荡 这可是母精所著 未来的地兵 感应到了地级的力量 让他好像打了鸡血四地 兴奋地想要冲出来干上一架 当初也是 三帝兵争辉 这家伙同样跃跃欲试 唉 明明还没有成为帝兵 真是让人不省心 不止如此 林寒的丹池也在沸腾 扬动着万古不灭的气息 古老而又至高无上 这股气息不可控制地意散出来 不由让弟子魁 澄清还有孔雀族的地女皆是露出震惊之色 与弟子魁和长床来说 这气势完全不能称为强大 但是 在职上却是无比的高贵 如见大地 太惊人 居然在一个非地族的身上显露出如此气息 弟子魁不由露出一抹杀意 虽然涌现出了黄金一代 即可能打破万古的诅咒 结束地族出不了祖王的历史 但是 纵观历史 成帝者皆非地族 从这点来说 林寒成帝的可能性就要远远高于地族了 尤其是当他展现出这种气息之后 弟子魁当然也想要冲击地路 因此 林寒自然就成了障碍 虎妞对于杀意十分敏感 立刻对着弟子魁怒默而视 裂开了嘴 露出雪白的牙齿 好像一头小老虎 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人敢对林寒不利 那就是他的敌人 沉默黄金一代 杀 虎妞毫无畏惧地扑了出来 杀向弟子魁 这如同飞蛾扑火 弟子魁横了一声 念头转过 化成一把战锤 向着虎妞砸了过去 化灵静要杀住顶 一个念头足矣 然而 战锤砸过 却是完全落了个空 倒不是虎妞的身法灵动如斯 而是他们好像都是透明的 根本无法接触 因此 战锤急了个空 而虎妞扑杀也是无效 直接穿过了弟子魁 显然 在这里打不起来 真龙将他们会聚到一起 可不是让他们干架的 否则的话 哪怕过来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化灵静 那承庆也完全不可能是对手 弟子魁不由皱起了眉 这里不能出手 那他就无法杀掉灵寒 而一旦离开之后 他就会被斩掉相关的记忆 不会记得灵寒这个地路上的未来对手了 哼 他伸周的气息沸腾起来 因他一念而动 一道道天地规则句话 如同神恋 交织成网 诚信不由目光一亮 普通的化灵静可做不到这种地步 黄金一代真是太牛了 可以让当代天骄静接折腰 灵寒也盯上了弟子魁 好像要将对方深深地刻在脑海深处 以后也不会忘记 这个人 他要杀 弟子魁完全没把灵寒的眼神当回事 在他看来 哪怕灵寒迈进了化灵静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什么叫黄金一代 那是压制万古天才的一代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一代 若非他是出身地族 而灵寒则是来自平民 让他在成帝的可能性上不及灵寒 否则他压根不会将灵寒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 洞窟中射出的清光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便见虎妞 弟子魁等人皆是开始碎片化 这时要被传送离开了 可灵寒却是亚然发现 自己并没有半点变化 怎么回事 他被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灵寒 虎妞大叫道 传来了神势波动 他伸出手想要去抓灵寒 抗拒着不愿消失 可他又怎么敌得过真龙的手段 身形一阵 他已是消失不见 弟子魁 成庆和孔雀女也是露出亚然之色 独留灵寒在此地是什么意思里 可他们并没有继续观察的机会 同样被丢出了这个空间 此地 空于灵寒一人 灵寒呲牙 这搞得又是什么鬼 此地有若牢笼 四周皆无出路 而洞窟又被大地杀战封锁 可说是进退不得 他要被留下来坐牢吗 咦 灵寒亚然发现 自己的身上在发光 这可不是他主动激发的 而且也不属于他拥有的任何手段 什么意思 真龙当然不会做无聊的事情 不过 从之前巨人岛 独岛吹牛岛的情况来看 其实这头真龙也不乏恶趣味 那么 他也不会无怨无故地发光 难道 灵寒试着向前走 很慢 然后 张开了铜树 只见随着他的临近 最前方的大地杀战正在变得暗淡 威力不鲜 哈哈哈哈 灵寒忠实明白 为什么独留他一个人在此 为什么他会发光 原来真龙选中了他 让他可以进入洞窟之中 这让灵寒兴奋地搓起了手来 真龙你哭啊 大地宝库 发了 发了 灵寒慢慢向前走 前方的大地杀战一片一片地暗淡下去 而后方的则是一片一片地闪亮起来 好像特意为他开提了一条通道 不一会 灵寒就走到了洞窟的入口处 之前 这被大杀战包围 不但无法通过 甚至看不清具体的情况 直来到之后 灵寒才看得清楚 思 他不由倒抽一口气 露出无尽的惊喜之色 因为在洞口处 赫然长着一棵树 不高 就三丈 但主干求结如苍龙 而且还长满了鳞片 真像是一条要怒进苍穹的大龙 这是天龙树 母顶 最顶级的母树 传说中 这本是圣耀级别 但长期受龙气的滋润 最终在进一步 成为了地级 世间仅此一株母树 其他的天龙树皆是他的后代子孙 灵寒连忙跑了过去 但是 他身上的光芒却是暗淡了下去 无法再压制大地杀阵 他不得不停下脚步 可惜之极 第四千一百四十五张龙蛋 灵寒不由郁闷 都让他到了这里 可为什么不让他采摘大药呢 这天龙树上结出七颗果实 皆是成熟了 散发着醉人的香味 表皮上则有一个个符号 代表着至高的道理 这原本是圣极的 但在真龙气息的影响下 拥有了地级的纹路 地级的鲜果啊 渴望可闻却不可采摘 简直气人 灵寒闻着果香味 大药就是大药 哪怕只是闻一下都让他浑身的毛孔打开了 好像有种神秘的能量涌进体内 让他脱胎换骨 这效果和龙精很像 但效果要远远超过 毕竟龙精只是真龙的吐息 而天龙树则是被真龙滋润而成长的 灵寒不肯离开 就站在这里吸收天龙果的气味 他可以分明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有了变化 体力和体魄都有了相当的进步 但是 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再闻果香味已经没有敬意了 毕竟只是果香 效果有限 灵寒叹了口气 只好继续前进 他进入了真龙窟 这真龙送走了所有人 如留他一个 肯定不是为了让他闻闻果香味来耍他的 这洞窟之中 又隐藏着什么呢 灵寒很小心 慢慢前进 洞窟之中 宝物满地 随处可见珍贵的仙精 便是七星级别的也不少 但并没有看到圣料和母精 这种级别的材料真是太少了 尤其是母精 哪怕大地也需要冒上一定的风险才能得手 毕竟天地间有些地方连大地也要称为显地的 这里就没有大地杀阵了 灵寒捡了几块七星仙精 不是他不想多捡几块 而是他发现 空间法器失效了 小气的真龙 天龙果让他只能闻闻 而珍贵的材料也不让他痛快递解 哎 你都画到多少年了 还要这么多东西干嘛 灵寒一边吐槽 一边继续向着洞窟深处走 这个洞窟真是大 没有什么绕绕歪歪的通道 整个山腹都被挖空了 空空荡荡的一片 真龙似乎对收集仙精很有兴趣 这里到处是五星以上的仙精 成片成片 五颜六色 皆是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不过 好些都已经腐朽了 据说圣集材料也无法匹敌岁月之力 只有母精才更古永存 所以 便是七星仙精腐朽了也不奇怪 灵寒看了一阵之后也麻木了 他收回目光 专心向前走 一会之后 他终于来到了洞窟的尽头 相比于其他地方的豪华 这里只能用脏乱叉来形容 因为其他地方都是闪闪发光的仙精 五彩斑斓 但这里却是用树枝搭成的窝 而且大部分已经腐烂了 然而 灵寒却完全没有小看这些烂树枝 甚至露出了心痛之色 这是最顶级的母树啊 被真龙这的败家子砍了下来 做成了七身地 这怎么和多家准地一样啊 难道带各地自就喜欢砍母树吗 灵寒吐槽 天地之间顶级母树就那么几株 连地族也不见得各个都拥有 可在这里 真龙将母树砍了座床 这是何等奢侈 李牛叉 他放眼打亮 真龙的这张床巨大无比 直径在十丈左右 成圆形 而灵寒相信 这应该不是真龙真实的尺寸 传说中 这些神兽各个比心体还大 为什么只做一个这么小的床 简单啊 想要做出比心体大的床 有这么多母树可以供他挥霍吗 所以 便是真龙也只能将就 做出这么一张小床 他运转神通 将身体变小一点 还是可以躺得下来的 灵寒看向真龙床上 只见那上面并不是空无一物 而是放着一颗蛋 不过 这颗蛋的外面好像还凝着一层 类似琥珀的东西 将整颗蛋都是包裹在了其中 十分完整 没有一丁点一露的地方 灵寒立刻生起一种直觉 这是整个真龙密窟中 最最珍贵的东西 别的不说 放在真龙床上 就能说明一切了 好吃吗 大补吗 灵寒在心中说道 不过 这颗蛋也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时光 既然是真龙留下的 那可以追溯到天地初开的时候 古老的无以复加了 你看 连仙金都是腐朽了 这颗蛋还能吃吗 保质期应该没有这么长吧 灵寒又看了 看这张真龙床 剩下没有腐烂的木料 可都是母树枝 每一根都是珍贵无比 拼拼凑凑 完全可以做成一张适合他的床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光闪过 落在了那颗蛋上 又是光 灵寒吐槽道 这次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他看着 只见包裹蛋的那层东西 居然在慢慢融化 但并非化成液体 而是直接变成了气体 与天地自然交融 很快就消失的干净 如此一来 这颗蛋就完全呈现在灵寒面前了 之前的话 有着层琥珀式的东西挡着 灵寒还看不真切 只知道这是一颗蛋 但现在的话 他终是看得清楚 蛋体表面上布满了青色的纹路 散发着无比古老的气息 甚至 灵寒还感觉到了一丝生命波动 咦 这蛋还活着 灵寒不由震惊 这真是在开玩笑了 这都多少年了 连仙经都腐烂了大半 其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未祖王的兴衰 但这颗蛋居然还活着 怎么信 可灵寒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颗蛋绝对在散发着生命波动 半点不驾 卡 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 在这个安静的空间中显得尤为刺耳 不是吧 卡卡卡卡 心脆的响声不绝 灵寒不由瞪大了双眼 看着前方的那颗蛋 上面赫然已经多了一道道的裂纹 但里面的生命要孵化出来了 这也太快了吧 里面是什么呢 不会是真龙后裔吧 灵寒突然想到 真龙朝中放着一颗蛋 那即可能是龙蛋啊 这里面 会孵出一条小龙来 按年代来推算 这即可能是真龙之子或是之女 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弟子弟女了 如果真若如此的话 灵寒不禁好奇起来 初代和黄金一代相比 谁会更强呢 卡卡卡 就在他遐想的时候 这颗蛋上的纹路进一步增多 然后趴地一下 碎开了 第4146章托孤 灵寒充满了期待 这里面会孵化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呃 只要不是葫芦娃就行了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只见蛋壳碎开 现出了一头青色的生物来 形如蛇 但长着四只小脚丫 好丑的家伙 灵寒呲了呲牙 这真是真龙子四妈 怎么看上去更像是一条四脚蛇 这时 只见那条四脚蛇突然张开嘴 啃起了蛋壳来 弄叉弄叉 声音清脆 作为一个吃货 灵寒居然不争气地咽了口口水 看这小家伙吃得那么欢 更是一咬一个地酥脆 这玩意应该很好吃吧 似乎感应到灵寒的馋意 那四脚蛇居然还停了下来 向着灵寒看了过去 眼神那叫一个鄙夷 靠 被一条四脚蛇给鄙视了 灵寒恼羞成怒 既然被看破了 那他就不客气了 他跳上了真龙巢 准备也去尝尝蛋壳的味道 但是 还没有踏足到母树之上 他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给反震了回去 砰 他如同一发炮弹 重重地撞进了后方的仙晶堆里 哈哈哈哈 只见那条四脚蛇大笑了起来 还用两只前爪按在了身上 好像在捧腹大笑一般 灵寒郁闷之急 原想豁出老脸 也尝一下蛋壳的味道 没想到偷鸡不成 又被嘲笑了 话说 这四脚蛇是小青龙吗 后世者 浩荡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头真龙的虚影浮现 散发着至高无上的气息 这是大地威严 任何存在也休想模拟 这条真龙就那么盘舞在半空中 同龄大的双眼盯着灵寒 这是无知幼子 留到今日出世 争那一线机缘 希望你可以照服一二 那条小青龙立刻露出不服之色 想要开口反对 可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又把嘴给闭上了 继续去啃蛋壳 弄叉弄叉 他好像在气凌寒 故意啃得清脆响亮 凌寒好想冲上去打人 但一来他过不去 二来人家的老子正盯着他 哪怕早已经化到不知多少一年 只剩下一缕念头了 可要灭他依然是一如反掌 好 我忍 后世者 你是无力经万代 唯一挑选出来的人 未来成就无限 真龙又说道 当然 无意不会让你白白帮忙 他动了一下爪子 咻 便见有七颗果子飞了过来 天龙果 灵寒不由眼睛一亮 这可是地级鲜果 最牛逼的大药了 之前他想采摘 却被大地杀阵限制 没想到现在真龙主动 取到了他的身前 好 这个忙他帮了 照顾一条小青龙麻 小意思 喂 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 灵寒亚然 因为七颗天龙果 在飞到他身前的时候 居然有六颗转了弯 继续飞向那条小青龙 只有一颗落了下来 哦 合着我只有一颗啊 事实上 这可是地级大药 就是一颗也足以让圣人 都是打得头破血流 让所有地族为之出手 可谁让真龙一下子弄来了七颗 却只分给他一颗里 理缠我啊 六颗天龙果落在了真龙巢上 在小青龙的身前一字排开 浪费啊 这么小不应该吃奶妈 要什么天龙果 然后灵寒就发现这条小青龙 很贱 他居然还朝着灵寒咧嘴笑 一边拨弄着面前的天龙果 拉仇恨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靠 你真是刚刚孵化出来吗 比这表情未免也太丰富了吧 真龙则是宠溺地看了幼子一眼 然后又向灵寒道 五只幼子 还没有出生就被天急 留有暗伤 所以 五不得不将之封在先缘之中 封锁其生命精气的流逝 以时间来慢慢除去暗伤 在未来某一个合适的时刻出世 虽然时间可以愈合暗伤 但终是伤了根基 五培育天龙树 就是为了形成天龙果 以修复五子的根基 不 原来如此 这下灵寒就心里平衡多了 天龙树就是为了治愈小青龙 而从圣极影生生拔到地极去的 它可以分到一颗果实已经不错了 而且 真龙是何等存在 需要向它解释什么吗 从这点来看 真龙确实非常看得起它 不过 灵寒也满怀好奇 神兽既然是天地所创 那理应的天之宠 为什么真龙之后却遭到天地所及呢 而且 连大地都没法治愈的暗伤 要以仙缘封印 靠无尽的时间来驱走暗伤 这小青龙到底遭了什么罪 可真龙却完全没有再解释一下的意思 他的身形微微浮动 继续道 无自创一套功法 名为天龙帝绝 献教于你 以后 你便负责教导无子修炼 若能修成 那便能拥有一条真龙之力 无惧当是任何一人 真龙伸出巨大的爪子 在灵寒的额头轻轻一点 顿时 一道光团便涌进了灵寒的试海之中 哼 这信息量太庞大了 让灵寒一下了接受不了 直接晕死了过去 真龙没有在意 这反正没有害处 他看向了自己的幼子 眼神中闪动着慈爱之色 若非为了这个幼子 他何须煞费苦心留下一道意识呢 这道意识困于此间 历经一万年的孤疾 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发疯 可他却是忍受了下来 一是因为他是大帝 有这样的心性修为 二来也是因为对于幼子的爱 让他甘于这样的寂寞 只为幼子出世时 可以托付给一个能够信赖又强大的人 小青龙也在没有见乡 他停止了吃蛋壳 直起头 与真龙对视 眼睛则是有些湿润 他虽然刚刚出世 但在蛋壳之中也有着朦胧的意识 智慧早就开化了 未来的路 你需要自己走了 真龙说道 声音浩荡 有着无上威严 小青龙点头 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 真龙的这屡神念已经完成了使命 要彻底化散了 这不是死亡 而是一个解脱 此次有大气韵 大前途 你跟着他 也许可以躲过未来的杀劫 真龙又道 小青龙继续点头 眼泪汪汪 显得很萌 无趣了 真龙的身影开始消散 但目光一直盯在自己的子嗣身上 那是一种深深的眷恋 第4147章天龙地角 凌寒的脑袋简直爆炸 他得到了一部真正大地级的功法 全部塞进了他的是海中 一个个符号在发光 比太阳还要明亮 让凌寒根本无法触摸 也完全看不真切 混沌及雷塔发威 释放出一道道波纹 终于 这些符号暗淡了下来 沉在了是海之中 终于可以研究了 一时之间 凌寒明目不断 他完全忘了时间的流逝 也许过去了一年 也许是十年 他便沉浸在大地功法之中 化为自己的东西 天龙地角 这是一部体修之法 真龙为什么可以成为诸神兽之手 因为他的体数同样是地级的 不需要使用高层次能量 就能与其他神兽对轰 只说防御的话 也只有玄武才能烧胜真龙一筹 但是 这样的强大是生而具有的本能 来自天地的造化 而非真龙靠自身走出来的 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但没有一个继承了他这样的能力 因此 真龙便开始抽取自身之力进行研究 终是创造出天龙地角这样的功法 只要修成就能于月龙门化身真龙 理论上来说这是纯粹的体数 所以哪怕当时已经有祖王的存在 又或是时代不允许有祖王诞生 可依然能够另类成帝 在体数上达到大地级别 完全可以碾压圣人抗衡地兵 当然了 另类成帝终究不是正道 没有被天地认可 所以对上真正的祖王还是不敌的 但在真龙看来哪怕不敌 自保却是有余 这让灵寒震惊 利亚天下最强的存在 一个时代只能出现一个 可以独断天下 想杀什么人只在一念之间 可只要将天龙地角修成 既然可以抗衡大地 足以自保 这得多么恐怖 然而 想要修炼天龙地角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首先的具备真龙血脉 最后完成于月龙门化身真龙体 那灵寒怎么办 无妨 他之前受龙精滋润 改受了体质 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丝丝真龙血 只是这量小的可怜 但 再服一枚天龙果的话 就足以壮大这个量 让他可以修炼天龙地角 难怪真龙要分他一颗天龙果 不然的话 似他天龙地角又如何 根本无法修炼 那自然没有恩情可言 现在的话 灵寒就欠了真龙一个格式大人情 怎么还 硬在小青龙的身上呗 只是灵寒一想到小青龙的剑样 就有种郁闷的不爽 算 以后就交给大黑狗好了 看谁更贱 他消化着这门功法 完全不存在口诀什么的 其实还是对于天地大道的一种认知 只是剑走偏锋 不练秘利 不修规则 纯粹化为了体力 这可不是得到功法就行的 而是要吃透理解 完全就看悟性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得上忙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所以 真龙书让灵寒教导小青龙完全是客气化 根本叫不了的 而且 小青龙完全继承了真龙血脉 他要修炼天龙地角的话 难度肯定要大大低于灵寒 因此 只可能出现灵寒无法误透天龙地角的情况 而小青龙绝对不会 因为这门功法就是真龙为了后裔而创造的 他本身天然自带这样的能力 可需修炼 灵寒不由想到一个问题 当初龙生九子 若是个个都修炼了天龙地角 那岂不是都能够与大地抗衡 怎么现在根本就看不到龙族了呢 确实有些种族号称龙族 但莫不是焦族 与龙族的距离是相当远的 地族本应该万古长存 尤其是龙族 以天龙地角立足 连大地亦能对抗一二 为什么就湮灭在了历史之中呢 古怪 灵寒想了想 先把这丢到一边 现在还是专心参悟天龙地角的好 时光如梭 他却是毫无所觉 无尽的明目在他的是海中大爆炸 璀璨如恒星出生 光辉如亘古不灭 真龙就是真龙 太牛逼了 灵寒不断地感叹着 这天龙地角确实惊艳 真我晋级之上的功法 他暂时还无法理解 可柱姬柱顶等阶段 他一一悟通之后 确实让他佩服不已 原来 还能这么来的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不是真龙牛逼 而是天地浩大 因为真龙是从自身推演出的这门功法 而真龙是天地所创 归根结底 天地牛逼 一切的一切 都是道则 道法自然 才是无敌 灵寒需要从头开始 从筑基天修起 完成之后 才能修筑顶天 再到圣丹天 一路往上 成为圣人之后 他就可以修终极天 一旦修成 便能与祖王对抗一二 至少对上手握地兵的圣人时 他已经无惧了 但 这是非常非常长久以后的事情 灵寒兴奋 这次真龙渊之行 可说是收获超乎想象 光是四种九星灵徒就值回票价了 更何况还有气韵真龙 天龙果天龙地绝了 差不多消化了三篇功法之后 灵寒猛地醒了过来 他睁开双眼 便看到一条青色的小蛇盘在他的胸头 见他睁开 立刻投来鄙夷的目光 靠 这条四脚蛇 灵寒猛地爬了起来 四脚蛇 你爬我身上干嘛 拉屎 小青龙说道 我靠 灵寒不由嘴角抽搐一下 你不是真龙亲子吗 身份高贵无比 为什么可以出口成葬如此 有这么自毁形象的吗 他知道这条小青龙有些见 但万万没有想到可以见到这样的地步 你说你是神兽后裔 肯定生而强大 难道还需要五股轮回吗 所以小青龙绝不可能趴他身上拉屎 只是故意这么说 恶心他而已 恶心人的同时却在拉低自己的品位 这不是见识什么 刺脚蛇 不要以为我答应你爹要照顾你 你就可以骑到我的头上 拉屎妈 小青龙淡淡道 别妹 灵寒啰了啰袖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要先揍这个贱货一顿 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 想打架吗 小青龙健壮 也跟着兴奋起来 不是打架 是揍你 灵寒说道 第四千一百四十八张 小青龙 小青龙哈哈大笑 居然主动向着灵寒杀了过去 揍我 开什么玩笑 能够揍我的人还没有出声呢 小子 论辈分我可是你祖宗辈的祖宗辈 还不快快叫一声大爷来听听 这小青龙确实很贱 一边出手 一边嘴里也完全不停 别看他才出事 可赫然是生单静的存在 战力强横 比一般的弟子都要强大 更关键的是 他好像天生就擅长天龙帝爵 体术无比强横 否则的话 他又怎么可能是灵寒的对手 要知道 他才只是生单出席 生单出席就能和生单大圆满的灵寒抗衡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当然是因为他修炼了天龙帝爵 光是体术就达到了三十四重天的高度 再加上他为不足道的秘力 所以达到了可以与灵寒抗衡的地步 反观灵寒 他还没有开始修炼天龙帝爵 要是他也修成了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了 小青龙也只是生单出席 当他跨境生单大圆满了 战力又将强大到何等地步 由此可见 天龙帝爵是何等霸道 咦 看不出来 你这个小小的人族还挺有两下子的 小青龙发出压然的声音 在他看来 虽然境界不弱灵寒 可他在弹胎里就在修炼天龙帝爵 已是将生单篇修道了圆满 这居然没能压制得了灵寒 要知道 天龙帝爵修道最高境界 可是能够与祖王对轰的 灵寒也是亚然 一条四角蛇也这么厉害 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 呸 我是真龙 真龙 小青龙吼道 什么四角蛇 他可是真龙后裔 诸神兽之首 甚至被天所及 还没有出生就留下了暗伤 这足以证明他的不凡了 赤龙你也给我趴着 灵寒大笑 双拳连辉 招招霸道 我为真龙 当龙腾于九天 凡人 你只能在底下仰望于我 小青龙的自我感觉好到飞起 不过 他虽然力量强横 但真的只是刚刚出生 并没有掌握什么仙术 纯粹只是靠本能在战斗 这能和灵寒比吗 九战之下 他就落入了下风 嘖嘖嘖 看来我要收服一条龙 来当作祭了 灵寒笑道 小青龙系的嗷嗷叫 虽然有真龙的嘱托 认定灵寒的前途非凡 可他却是更加自信 认为灵寒不过是平凡的人族 怎么可能强过自己 因此 他一上来就选择挑衅 要将灵寒干趴下 以后麻 他是老大 灵寒是老二 可谁知道 这一战却是让他吃了个鳖 怎么打不过 他的力量可是达到了三十四重天 什么弟子皆可镇压 怎么遇到灵寒 确实没辙呢 人族 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来唱征服的 小青龙怒吼道 灵寒摇头 在但里睡了这么多年 你的意淫能力倒是修炼得很强大 人族小子 不要逼我出绝招 小青龙大贺 怕你不成 灵寒淡淡说道 小青龙猛地张嘴 挖地一下 就吐出了一汪水 向着灵寒当头淋去 靠 这家伙怎么学到了这招 灵寒无语了 吐口水是见人们的通用招数吗 但别说 这一招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灵寒可不想被小青龙的口水喷到 连忙抽身而退 小青龙不由洋洋的意 怎么 怕了龙爷吧 呃 真和大黑狗一个的姓 连面还没有碰上 就知道自称爷了 灵寒摇摇头 立刻又杀了回去 他今天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下这条剑龙 让他知道 自己才是老大 砰 砰 砰 他们激战 一个圣在体数强横 另一个则是将生单进修到连弟子一只能瞠目的地步 可以说是其逢对手 难分高下 只不过小青龙因为不懂先术 在这方面处于劣势 因此自然也在战斗中落在了下风 小青龙十分顽强 他自视太高了 而且这是他出世之后的第一战 作为龙子 第一战怎么可以败呢 因此 他赋于顽抗 寻找着反败为胜的机会 还不服输 临寒展开寒冰路先止 再运转寒冰能量 站立顿时再上一个台阶 靠 小青龙顿时骑歪了嘴 这可是真龙一脉的绝学 现在反倒在一个外人手中施展了开来 而他这个正宗传人却居然不会 这情何以堪 打脸啊 这个家伙肯定掌握了许多秘术 却偏偏用这一招来对付自己 百明了再损自己 可恶 太可恶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自然更加不敌 被凌寒轰得傲傲叫 但体数的强大可不止表现在力量上 防御也是一样 让他足以承受凌寒的狂轰乱炸 小青龙被轰得鼻青脸肿 偏偏又没有遭到重创 让他气得哗哗叫 刺脚蛇 认不认输 林涵笑道 呸 休想 小青龙咬牙 你才应该向龙爷认输 快乖乖地叫声大哥 还真是嘴硬 林涵摇摇头 展颜一笑 不过这样也好 正好揍个痛快 腾腾腾 一连串的轰击之下 小青龙自然是倒了大眉 只有挨揍的份 不过 他确实很硬气 怎么打也不肯认输 有点稚气 不过 这只是在自讨苦吃 林涵运转毁灭能量 双拳上顿时缠绕上了黑色的光焰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可怕气息 小青龙顿时大害 这种能量让他从心底升起寒意 让他有种直觉 这完全可以伤到他 还来不来 林涵笑道 小青龙想了想 直接收回了手 本大爷才刚刚出事 上属年又 不与你一般见识 哈 果然假 打不过就打不过 还找理由 林涵也不为己胜 与小青龙斗嘴这种工作 还是交给大黑狗吧 相信他会让小青龙知道 什么叫做剑外有剑 现在 怎么离开 他向小青龙问 这个简单 小青龙说道 身指虚空按了几下 休 顿时 警务力气变化 他们瞬间就从真龙窟中离开 出现在了天龙心上 林涵看了小青龙一眼 不由哑然 他的记忆还在 第4149章修炼地数 按理来说 从真龙渊中出来 相关的记忆会被斩掉 哪怕如弟子这样的大人物 也无法例外 最多保留一丝丝的模糊记忆 所以 这么多年过去 关于真龙渊的资料 还是一片空白 可林涵却是清楚地记得所有的事情 每一个细节都是明明白白 刺脚蛇 我们真出了真龙渊 林涵问 小青龙给了他一个鄙夷的眼神 根本懒得回答 向他问这种问题 简直在羞辱他 可为什么自己的记忆没有斩掉呢 林涵想了想 这有两个可能 一 这一次所有人都没有被斩掉记忆 二 他是特殊的 因为他成真龙之托 要照顾小青龙 如果将他的记忆斩掉 那他根本不记得这茶 直接把小青龙宰了主盾 岂不是好玩了 是或不是 利剑分晓 林涵已连接器接入新网 然后与女皇 虎妞 大黑狗 他们取得了联系 林涵 你也出来了吗 溜好像得到了运气真龙里 小韩子 狗也怎么莫名其妙 学会了几种高层次能量 从他们的回馈消息来看 他们显然是被斩掉了相关的记忆 而唯有林涵例外 林涵不会隐瞒女皇他们 但更不会大肆宣扬 他还保留记忆的事情 便与女皇他们约定了一个会合地点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得比较好 地族皆不用新网 这让林涵对新网也有一些戒心 以后还是少用用的好 新网方便吗 肯定方便 在这上面可以轻易与人沟通 可以与新语添交切磋 难道地族不知道吗 可他们偏偏都没有接入新网 说明新网还有别人未知的坏处 甚至超过了明面上的好处 才让地族宁可放弃了这些便利 咦 这是什么东西 小青龙好奇 新网是长家大帝所见 从小青龙被封入仙缘的时候算起 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后的事情了 所以他自然不会知道新网是个什么东东 林涵简单地说了一下 小青龙顿时无比的感兴趣 他一直处于被封印的状态 意识虽然一直在沉睡之中 但偶尔也有清醒一下的时候 因此他可以说已经寂寞万古了 新网可以连接整个世界 这在他看来真是太好玩了 那多热闹啊 林涵不由失笑 在这一刻 小青龙才真正地像个小孩了 好 等离开这里之后 给你买一个 本大爷需要你帮我买吗 没想到小青龙又泛起了进来 用眼睛鞋撇着林涵 你压得 不是好歹是不是 林涵拎起拳头 砰砰砰 对着小青龙就是一顿揍 两大天骄又站了起来 一片鸡飞狗跳 最终 小青龙还是被林涵打夸下了 人族 你给本大爷记住 待本大爷修为提升上去了 并要将你揍翻 小青龙惨叫道 却偏偏还在嘴硬 呵呵 还嘴硬 看来没把你揍爽啊 将小青龙收拾一顿之后 林涵便拖着这个家伙 去与女皇他们见面 咦 这四角蛇是什么东东 大黑狗看到小青龙后 反应和林涵是一样的 完全没把这家伙当成了龙族 小青龙大怒 一爪子就拍了过去 你大爷是真龙 砰 一记下去 大黑狗顿时被轰飞了出去 还好小青龙没下杀手 不然的话 三十四重力量爆发之下 大黑狗肯定已经被砸成肉泥了 当然 如果小青龙真要下死手 林涵也不会做事的 挨了这么一记 大黑狗就蒙逼了 什么情况 这四角蛇不是财生单出奇吗 怎么强到没天理呢 具体的情况以后慢慢再说 现在先撤 林涵说道 他把林朗杀了 这死了一个弟子 火云地族肯定要动雷霆之怒 还是赶紧跑路的好 现在 各大势力还在寻找自己的弟子 毕竟真龙渊关闭之后 人都是被随机乱抛出来的 想要第一时间找到自家的船人 男 所以 最好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开溜 林涵他们出发 找了一艘空箭 直接包了下来 让船长立刻开拔 而不是等到人骑之后 于财大气粗的林涵来说 这笔费用是小意思 虽然他现在经常也会出现钱不够用的情况 空箭来到下一个星体 林涵他们开启传送阵 又连续跨越了几个星域 一口气达到无法再承受传送阵的撕扯之力后 林涵才停了下来 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他向女皇 虎妞和大黑狗说出了真龙渊中的经历 一五一十 毫无遗漏 什么 这四脚蛇是真龙后裔 大黑狗叫道 小青龙则是摩擦了一下爪子 死狗 你欠揍是不是 大黑狗有些怂 毕竟小青龙的战力摆在那呢 不过 当林涵说出真龙的嘱托之后 他们皆是露出兴奋之色 若是他们也能修成天龙地角 无限地强化肉身之力 岂不是也能和小青龙一样妖孽了 关键是 他们体内有没有真龙血脉 林涵向小青龙询问了一下 小青龙道士十分大方 允许林涵将天龙地角传给女皇他们 这地数可不是你学了就能修炼成功的 一的有惊人的悟性 二的有真龙血脉 符合条件的根本就是凤毛麟角 他可不相信女皇他们学的会 另外 他虽然和林涵横 可也十分佩服这个人族 再说了 林涵明明可以不问他的 这些情况加到一起 让他不介意将天龙地角传授 林涵等也不急着回去 先学天龙地角 在林涵的传授之下 女皇 虎妞 大黑狗先从最基础的筑基篇开始学 他们在学 林涵也开始这一步的修炼 在这方面 林涵当然是有优势的 他可是得到真龙的清传 而且 之前他也研究过了 可以直接踏入修炼的阶段 他没有盘膝而坐 而是趴扶着 有如一条匍匐的真龙 运转地数之下 顿时 天地能量滚滚而来 这不是秘力 林涵立刻在心中说到 这种力量十分玄妙 在层次上远远超过了秘力 高层次能量 但品阶并不是很高 应该只能归入一星 第4150章奇想 为什么只有一星 很简单 这可不是用来对敌 而是用来熬炼己身 要是动用如天道火 寒冰能量这样的九星能量 不是找死吗 修炼意图 讲的是循序渐进 靠梦要一蹴而就的话 基本会留下后遗症的 不要以为这就不牛叉了 要知道 无者哪怕到了生丹境 采的还是天地之力 修的是秘力 而秘力 是所有能量中最低等的 所以 天龙帝绝第一步 就是吸纳一星 高层次能量炼身 这已经十分牛逼了 灵寒以高出一大截的修为 去推动天龙帝绝的筑基篇 自然显得是游刃有余 关键是他吸纳了不少龙精 又浮食了天龙果 体内积累下了不少的真龙血脉 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效果 不过十几天而已 他就将筑基篇修至大成 天龙帝绝修的是体术 因此灵寒不需要动用秘力 只是轻轻一震拳头 就由恐怖的力量沸腾 当然了 这个恐怖是相对于筑基来说的 放载身单径的话 这样的力量却是微不足道 他在主动运转天龙帝绝 顿时 皮肤上浮起了密密麻麻的鳞片 覆盖了他的全身 便是连眼瞼这样的部位也没有落下 龙灵 天龙帝绝修的是体术 而体术则分两部分 一是用于进攻的力量 二是用于防守的体魄 现在灵寒就在运转防御之力 靠 这修到最后 不是要将我变成一条真龙吧 灵寒难难 他对此十分抗拒 好端端的人 为什么要变成一条龙呢 而且 这条路是真龙走过的 他身而为地 可覆走他的路就不一定了 哪怕按照真龙的推想 将天龙帝绝修到大成之后 可勉强抗衡祖王 但也只是勉强而已 并不能真正与祖王并驾齐驱 所以 这在先天上就有局限性 我还得坚持走自己的路 这天龙帝绝只能作为辅助 不能宣兵夺主 林寒对自己说道 他去看了一下女皇他们 结果二人一狗 因为体内的龙族血脉不足 迟迟无法入门 静静可说是慢得可怜 但理论上只要有真龙血脉 就可以靠天龙帝绝强化 最终于月龙门化为天龙 所以只要悟性到位 他们还是可以修炼的 只是进展会很慢很慢 林寒放下心来 继续修炼 他开始练天龙帝绝的筑顶天 显得十分感兴趣 是的 之前与小青龙交战 林寒便知道了天龙帝绝的可怕 原来体术也能修到这么牛叉的地步 万一小青龙迈进了圣丹中席 后期甚至大圆满呢 那自己还打得过他吗 因此 林寒必须尽快将天龙帝绝提升上来 到时候 他自信还是可以镇压小青龙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林寒是何等星高气傲 同阶之中 他应该无敌 注顶天的话 沟通了另一种高层次能量 林寒可以清楚地辨别 这要强出了一截 应该是二星级别 以此类推 圣丹镜就以三星高层次能量淬炼 最后以九星能量熬体 那可是连圣人都能烧死的 以这玩意淬炼 那体术能不恐怖吗 这一步就要慢多了 整整一个月后 林寒才告完工 什么 你连注顶天都修完了 小青龙大惊 靠 到底谁才是真龙之子 他满脸的震惊 因为他可不只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人族难道是龙族的混血 然后出现了血脉超级繁足 滚 林寒踹出一脚 林寒 你想打架吗 小青龙嗷嗷叫 林寒擅了擅手 想跟我打 你怎么也先跨境了圣丹中席 不然就别找揍了 听到这话 小青龙自然只有无语的份 就一个多月 他能够取得什么进步 实力几乎没有变化 跟林寒打乃是必败之局 只是他天生嘴贱 不肯服输 才会动不动就把打架挂在嘴边 吕黄他们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差不多的要一年时间才能把筑基偏修完 这虽然不能与林寒相比 但其实静静也不算太慢了 因为修炼本就是一个慢慢磨的过程 林寒开始修炼生单篇 果然 这引动的是三星能量 几个周天运行下来 他突发奇想 如果以四星能量代替呢 别人不需要这么干 因为从柱基到祖王 刚好九个境界 对应了九个等级的高层次能量 但是 林寒却还掌握了一种高于九星的能量 毁灭能量 所以 他完全可以跨越一个层次 问题是 以四星能量熬炼 他的身体扛得住吗 在让自己变强上 林寒绝对是一个疯子型的选手 只是犹豫一下之后 他就开始付诸于了实施 再说了 他喜欢走自己的路 不想局限在别人的安排下 轰 四星能量入体 林寒顿时暴吐鲜血 只觉五脏六腑都好像被绞碎了一般 这吐出来的鲜血中都是带着脏气碎片 太猛了 扛不住啊 不行 不能跳过这个过程 林寒心念一动 可以先以三星能量淬炼到大城 然后改用四星能量再来一次 那么 迈进真我镜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以五星能量来推动真我篇了 就这么办 林寒不再想要跳跃式前进 稳扎稳打 仍以三星能量熬炼几身 这就慢了 没办法 现在他已经修到了生单篇 与他的境界一样 再没有优势可言 速度当然就慢了 一个月过去 林寒的体数才修到了三重天 那么 他现在的力量可以达到三十八重天了吗 不 还是三十五重天 体数和秘力可不是简单地叠加 两者中有一方的力量太过微弱 那根本起不到一丁点的帮助 否则之前小青龙也是生单出席 秘力至少也有四五重天吧 那叠加之下不是快要达到四十重天的高度了 林寒估计一下 至少要将体数修到十五重以上 效果才会明显 比如提升他一重天的力量 苦修了两个多月 林寒便决定停下来散散心 转换一下心情 他打开连接器 顿时 好多重大新闻就跳了出来 第四千一百五十一张腰战 最轰动兴亡的 便是林朗之死 那可是弟子啊 堂堂弟子 居然被人轰杀在了真龙渊中 虽然没有见到尸体 可只要活着的人都会在真龙渊关闭的时候被送出来 所以 林朗的失踪就等于是死亡的宣告 史上 真龙渊虽然也吞噬了无数的生命 甚至不乏地族 可弟子也死在了里面 这样的事情 从古至今也不过寥寥几历 那么林朗是死于谁手呢 没有人知道 进去的人都被斩掉了相关的记忆 无论是文字 影像皆被毁去 根本什么线索也带不出来 所以 只有无穷无尽的猜测了 到底是谁干的 别的弟子吗 火云地族当然也动了雷霆大怒 说要找出真凶 省之以法 呵呵 感情你们林家不能死人的啊 林寒恨了一生 若非林朗几次三番地相逼 双方也不会落到成为死敌的地步 而且 生死都是真龙设定的 要怪就怪真龙去吧 除了林朗的死 另一个热点则是谁得了气韵真龙 进去的人会被斩掉相关的记忆 但得到气韵真龙的场景却不会忘记 因此 很容易就拼揍出了三个人 弟子葵 成庆 孔雀族 弟女 可剩下的圣丹 注定两个境界中 谁得到了气韵真龙却是一个谜 但所有人相信 那绝对不是弟子或弟女 为什么 弟子弟女有什么好怕的 被靠地族 哪怕手中拿着无上之宝 可谁敢去抢夺呢 所以 像是弟子葵 成庆都是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得到气韵真龙的事实 这在他们看来 理所当然的事情 需要怕被人记恨吗 现在有两个人却是秘而不宣 所以 他们一定不是地族 怕公布了身份遭人觊觎 抢夺了他们的气韵真龙 天地间总有些古怪的法术 连气韵都能掠夺的 林涵没去理会 你们去猜好了 他们生大发财 一行人再次上路 前往九阳星 他们一边修炼一边赶路 当回到九阳星的时候 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林涵 大爷要和你打架 小青龙又跑了过来 林涵一看 哟 原来这家伙迈进了圣丹中席 难怪这么信心满满 跑来主动挑战 好 满足你 他一笑 双脚一踩 已是破空而去 村子 别跑得那么快 你家大爷要来揍你了 小青龙哈哈大笑 向着林涵追击而去 龙爷现在可是圣丹中席 综合力量达到了三十六重天 已经碾压你了 哼 战斗开始 阿 依 靠 李大爷的 居然把圣丹偏修出了至少十三重力 综合力量达到了三十七重天 老天爷 你太无眼了 你一定是嫉妒龙爷太帅 所以在娘胎里就暗算龙爷 现在又帮着这个人足 砰砰砰 小青龙一边惨叫 一边被林涵蹂躏 他有进步 难道林涵就没有吗 所以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一顿宝奏之下 小青龙郁闷地认输 然后又跑去修炼了 林涵虽然赢了 却也感觉到了压力 小青龙真不愧是真龙之子 天赋战力都是杠杠的 只要他的修为静静稍有怠慢 便有可能被小青龙在战力上反超 林涵怎么可能让小青龙反过来 蹂躏自己呢 所以 他的斗志昂扬无比 他继续苦修 并在新网上购买各种修炼体术所需的材料 皆是珍贵无比 但用在提高实力上 林涵当然不会有一丁点的吝啬 花钱如流水 一边则是拼命炼丹 这有进有出 才能保证细水长流 永不枯竭 新网上 关于气韵真龙的事件进一步发酵 许多生丹静 筑顶静的弟子弟女都是跳了出来 力要得到这两个境界气韵真龙的神秘人出来一战 以证明谁才是同阶无敌的王者 这不能证明的话是对于帝族声望的一个超级打击 以前提到弟子弟女 谁不知道这是同阶无敌的代名词 能够打败他们的便只有另外的弟子弟女 可现在呢 人家会说弟子弟女也不咋的啊 你看连气韵真龙都抢不过 林涵只是看看笑笑 完全没做理会 也忙得紧 一边要练丹一边要修炼 吃饱了没事干才去陪你们证明 又是半年过去 林涵已是将生丹片差不多修到了圆满 能够速度这么快 疑是因为她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生丹大圆满 还是占了境界的便宜 另一方面则是她不惜代价 服下了大量的仙药 都是有助于体数修炼的 不只是她 大黑狗也已经将筑顶片修完了 女皇和虎妞则要慢一些 刚把筑机片修完 又是一个月后 林涵忠是将生丹片修完 她现在的体力达到了惊人的三十六重天 与她的秘力相当 而两者一起催动的话 轰出的力量高达四十重天 两个三十六重天 加起来也只有四十重天 看起来很弱 但事实上 你让两个三十六重战力的人联手 又可以打败四十重天战力的人吗 这还是因为两种力量 皆来自林涵己身 所以才能完美地融合 爆发到四十重天 所以 这已经足够牛叉了 要知道 四十重天可是一道坎 古来便是大帝年轻时 也没有触及过 而林涵呢 其实她在秘力层次 可还没有达到巅峰呢 所以 她把生丹镜修到尽头的话 那力量绝对可以打破四十重天 就算现在 林涵也已经可以横扫一切生丹 管你燃不燃烧地血 统统推平 林涵没有松懈 她开始用四星能量推动生丹片 要重修一次 这样的话 她的体魄会变得更加恐怖 而力量的话 能达到四十重天吗 到时候 体数加密力双四十重天 爆发之力可以达到四十五重天 甚至更高吗 是不是连真我镜都能干一下 林涵不由充满了期待 就在这时 新网上又起波澜 之前那些叫嚣的弟子弟女 甚至开设了一场比赛 要两名神秘人前去参战 若是可以胜出 会有珍贵的物品相送 比如 铁牛血果 看到这玩意后 林涵不由心中一动 第四千一百五十二张廊山 铁牛血果是七星仙药 一般为尊者所用 林涵现在并不需要这种真药 但是他记得宋兰的祖爷爷修炼时出了岔子 走火入谋了 需要炼制一种丹药来补救 而其中需要的一味主要 便是铁牛血果 当初林涵与宋兰合作 曾答应对方 若是有可能的话 他会帮助宋兰救他们家的老爷子 那时只是随口一说 可现在铁牛血果居然跑到了林涵面前 林涵可以不理 他并不欠宋兰什么 可曾经答应过人家 哪怕只是随口一说 但失信的话 就相当于留下了一个心魔 别看只是一件小事 但心灵若不圆满 在冲击圣人位的时候 便可能成为大祸 唉 谁让自己那时候多嘴呢 林涵叹了口气 好吧 本来就看这些弟子弟女不爽 正好趁这个机会 将他们横扫一遍 给他们一个教训 以后不要再这么嚣张了 不过我不能自己就这么跑过去 谁知道这些弟子弟女 万一输不起会使出什么阴招 林涵去见九山尊者 请他给自己护航 只要弟子弟女按规矩来 那他也愿意公平一战 但要出阴招的话 那他也有一位尊者兜着 得知林涵的请求后 九山尊者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 他对林涵充满了期待 这个年轻人未来有希望成帝 现在去横扫弟子弟女 不是成帝路上的日常吗 可惜的是 之前的闭关并没有让他突破圣人位 但实力还是提升了一大截 在尊者之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 打架 爷爷要去 小青龙得知林涵要去和弟子弟女干架后 立刻兴致勃勃地叫了起来 也可是真正的弟子 而且辈分还是最大的 现在去指点指点这些小辈 汪汪汪 狗爷爷一起去 大黑狗也嚷嚷道 林涵想了想 道 好 就我们三个去 吕黄和虎妞的话 还是留下来专心修炼得好 他们的修为确实要弱了一些 他们这组合很奇怪 一个人一只狗外加一条小青龙 当然了 现在的小青龙毫无真龙威严 乍一看 谁都要以为这是条四角蛇 姑且就说他们是三人吧 在九山尊者的带领之下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青龙星 九山尊者隐藏了起来 若只是小辈切磋的话 他自然不会插手 可谁要是以大欺小 他自然也不会做事 这个青龙星就是诸大弟子弟女约站林涵的地方 当然了 他们并不知道那神秘人就是林涵 因为这件事已经闹得是沸沸扬扬 星海中许多知名的年轻人也跑了过来 要一睹这场大战 担心网上则有一种声音 认为那神秘人是不可能现身的 得了气韵真龙 当然是闷声大发财了 万一被人盯上了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可不相信有谁可以打败弟子弟女 更何况还有两个这样的妖孽 所以 这一定是弟子弟女们在争夺中拼了个两败俱伤 才让那两个人减了便宜 所以他们自然不可能出面 因为一打就会原形毕露 不错 弟子弟女啊 天赋惯绝世人 而且还有地族的底蕴支持 更能燃烧地血无境地提升战力 怎么也想不出同阶一战 他们有战败的可能 我劝还在路上的各位 赶紧回吧 不要去浪费时间 至于已经到达清朗星的诸位 就当是出门旅游一趟 哈哈 这是一边倒的声音 皆认为灵寒不可能出现 因为不但会成为靶子 而且还可能丢人现眼 权衡一下利弊 又岂是一株七星级别的大药可以弥补的 哈哈 小寒子 你完全被看扁了 小青龙大笑 他也学着大黑狗这么叫灵寒 但笑着笑着 他就发怒了 靠 龙爷现在打不过小寒子 那看不起小寒子 也就是看不起龙爷 靠 这家伙还真是情绪化 火气说来就来 林寒又扫了一下新网上的消息 不由露出古怪之色 原来 居然有许多人自称得到了气韵真龙 去挑战那些弟子弟女 结果自然是遭到了惨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冒充者 简单 因为这是个一举成名的最好机会 可没有相应的实力 去挑战弟子弟女完全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一开始被揭穿假冒的身份后 弟子弟女还仅仅只是让他们滚蛋 但冒名者不断 让这些弟子弟女都是动了雷霆大怒 开始了杀人 如此之后 冒充者才终于没了 毕竟成名再好 又比得上自己的性命啊 三人出发 很快就来到了狼山之下 狼山是青狼心最大 最高的山 也是这次弟子弟女邀战神秘人的地方 据说狼族曾经出了一位大帝 而这里就是那位大帝完成最后一月的圣地 山体被大帝籍的道则包裹 无比的坚固 完全经得起尊者级别的大战 不过 狼族大帝并没有将这里作为地族祖地 而是迁居到了别的星体 因此 这里可没有狼族强者守卫 沿进谁人登山 林涵三人便开始登山 向着山上而去 走了一会 前方便出现了一个平台 只见一名轻衣年轻人正盘膝坐在那里 腿上则是横着一把剑 双眼闭合 有弱实相 而在平台的四周 则有许多人在围观 至少有五六百的数量 嘿嘿 你们是看热闹的还是来挑战的 这些人中有人向林涵三人问道 看热闹的如何 挑战的又如何 林涵笑道 看热闹的话 就过来与我们站到一起 挑战的话 莫 那位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四周的人说道 哈 狗爷是来挑战的 大黑狗第一个跳了出来 站在了平台上 与那轻衣盘膝之人面对面 青年轻人睁开双眼 扫了大黑狗一眼后 露出一抹笔衣之色 曲曲野狗 也配做我的对手 老黑 他看不起你了 小青龙说道 他与大黑狗臭味相投 可说是不要不相识 已经成好哥们了 第四千一百五十三章 两个另类 大黑狗勃然大怒 向着那轻衣年轻人怒目而视 你给狗爷起来 看狗爷不打死你 轻衣年轻人却不看大黑狗 而是看向林涵 道原来是你 林涵现在已经有了弟子杀手之称 自然在帝族中传开了 声名破着 哼 真是不知所谓 区区一个贱名 居然敢自称弟子杀手 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 老鼠永远只能是老鼠 轻衣年轻人长身而起 一声贱名之中 那只长剑也默然凸鞘而出 画过一道亮光 落在了他的手里 村子 你的对手在这里 大黑狗大喝一声 向着那轻衣年轻人杀了过去 轰 轰 轰 一人一狗立刻站成了一团 激烈无比 这轻衣年轻人虽然坐镇在这里 但他并非弟子 可能只是帝族中的一员 虽然战力不俗 但完全达不到弟子级别 大黑狗是何等奸华 怎么可能明知不敌 还傻乎乎地冲上去 如今的大黑狗 战力非常惊人 他在真龙渊中也得到了许多好处 修为蹭蹭蹭地提升 已是达到了升丹后期 而天龙帝爵也快要修到升丹篇了 战力高达25重天 已经是新王数一数二级别 再看轻衣年轻人 虽然是升丹大圆满 可战力也不过如此 一人一狗大战 短时间内难分胜负 这互相试探的过程结束 那接下来就应该进入更激烈的阶段 双方都会祭出大招甚至绝招 战斗白热化 动辄就会有人生死 可大黑狗要是也这么干 那他就不是大黑狗了 村子 太弱了 真是太弱了 连狗爷的一根毛都打不动 你今天没吃奶吗 再用力一点 你就可以逼出狗爷异常的力量啦 唉 人长得丑 这战力也是惨不忍睹 狗爷要是你的话 早动手自攻了 咦 你这个娘娘枪 是不是早就自攻了 大黑狗展开了言语攻击 这才是他的正常攻击模式 千万不能小瞧这种攻击 直入神室 想不听都不行 让那轻衣年轻人气得脸都绿了 在那身变了起来 自己绝不是太监 否则在这里传出误会的话 那整个新语都会知道 他就要成为天大的笑话了 可要知道 大黑狗兔脏话乃是一种本能 根本不需要劳心动神 别人能比吗 因此 那轻衣年轻人一边要应付大黑狗的攻击 一边还要绞尽脑汁 想着怎么反驳大黑狗 这怎么忙得过得 很快 他就手忙脚乱 大落下风 卑鄙 太无耻了 就算赢了又如何 根本不能服众 众围观群众都是摇头 这大黑狗明明实力强的惊人 可偏偏不按常规出牌 动用这种弯门邪道 无耻之极 大黑狗却是完全不在意 他的宗旨就是能恶心一个是一个 出口不断 而且越说越快 让轻衣年轻人真欲吐血 太无耻了 太卑鄙了 怎么能这样 砰 一个狮神 他便被大黑狗轰飞了出去 脸色惨白 然后挖地一声 吐血连连 唉 高手吉莫啊 大黑狗人立着 两只前爪附在身后 铁内裤闪闪发光 简直辣眼睛 众人都想对他涂口水 怎么可以下践到这样的地步 跟狗也走 大黑狗反捡着前爪 向着山上跺去 林涵和小青龙都是一笑 跟着大黑狗而去 其他人一看 连忙也跟了上去 他们跑来这里不就是为了看热闹的吗 他们直接上山 行了一会之后 只见前方又出现了一个平台 这里就冷清了 只有一个年轻人副手站在平台上 四周则是空无一人 当林涵三个走过来的时候 这年轻人立刻就看了过来 刷 双眼中好像绽放出了神光 具有可怕的穿透力 能够来到这里 说明你们的实力还算可以 这年轻人说道 我乃曹雄 你们哪个来做我的对手 他也非弟子 但实力要比之前那人强出一大截 大黑狗的眼光贼毒 一眼就看出自己不是对手 毕竟他才生单后期 而且还没有开始修炼天龙地角的生单篇 不敌也很正常 因此 他果断地没有吭声 只当没有听到 小青龙身形一动 已是来到了平台上 他须腾于空气中 张牙舞爪着 做出龙威状 刺 四脚蛇 曹雄满脸的惊讶 这种低级别的生灵也配跟他交手 小青龙大怒 他的身份是何等高贵 真龙亲子 什么弟子弟女 在他面前都得靠边站 因为他可是初代 真正意义上的弟子 而且 真龙是诸神兽中最最高贵的存在 你居然敢贬逼我是四脚蛇 姥姥能忍 舅舅也不能啊 哈哈哈哈 四周的人则是大笑一片 这确实怎么看都像是一条四脚蛇 居然还敢迎战地族 嗖 小青龙动了 向着曹雄杀了过去 速度快得惊人 什么 曹雄只来得及低横一声 砰 整个人已经被打飞了出去 恐怖的力量瞬间袭遍全身 让他感觉每一根骨头都是碎掉了 他败了 堂堂地族 弟子之下的最强 可以横扫兴亡的存在 居然一招就败了 而且还是败在一条四脚蛇的手下 你到底是什么四脚蛇 他摔到地上之后 发出不甘的声音 然后头一歪 晕死了过去 小青龙大怒 我乐了个擦 你居然还叫我四脚蛇 他跃了过去 一把将曹雄抓了起来 拼命地摇晃 大爷是真龙 龙 你特马地给我再说一遍 不过 曹雄晕得非常彻底 怎么也摇不行 啪啪啪 小青龙使劲抽着曹雄 混蛋 快给龙爷醒过来 好好地道歉 众人都是看得倒抽凉气 这条四脚蛇好不凶残 连地族也敢如此蹂躏 这是要你天妈 林涵上来劝 道 好了好了 我们继续走吧 小青龙气呼呼地将曹雄丢到了地上 又踩了两脚之后 这才向着山上走 这下 众人都是来了兴趣 开始期待起来 这个三人组有些暴力啊 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动静来 众人纷纷跟在后面 打定主意要全程围观 好多人都是开启了新网的直播功能 进行及时报道 第4154张小青龙发威 林涵三人继续上山 没有行出多久 只见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平台 这次就是名女子了 一身淡蓝色的长裙 一头身紫色的长发 再配上雪白明晰的脸庞 明媚动人 林涵 这女子在林涵的身上扫了一下 不由露出冷笑 被称为弟子杀手 果然有两下子 前面两个废物没能将你留下 丑女 龙爷来了 小青龙杀了过去 你身上有一丝娇舌的气味 见到龙爷这样的真命天龙 还不跪铁 此发女子先是一愣 耳后勃然大怒 小小的四脚蛇 给我去死 哼 她一掌拍出 白玉束手化成山月一般 密布着符号 向着小青龙镇压而去 这是一名帝女 力量超过了三十重天 纯粹的力量达到三十重天 这是一道坎 只有弟子帝女级别才能迈过 恐怖的力量袭来 这是要一招要人命的节奏 咦 龙爷乃是真龙亲子 虎屈一阵之下 这个焦龙血脉怎么没有立刻匍匐称臣 小青龙随意招架 一边还扭头向着灵涵和大黑狗看去 带着满脸的疑惑 照理来说 真龙出世 一切蛇啊焦啊不都应该臣服的吗 灵涵摇摇头 人家的主血脉是地族 负血脉才是焦族 所以自然免疫你的虎屈一阵了 虽然真龙是诸神兽之首 可后世祖王哪一个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成道的 又有哪一个比真龙弱 所以同样是后代自然不存在值的区别 只看谁的修为更高战力更强 不过看到小青龙在对阵弟女的时候 还能如此轻松地回头说话 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 灵涵是弟子杀手 难道 这次脚蛇要成为帝女杀手了 有人说道 这实力真是恐怖 不弱于灵涵啊 帝女杀手 当之无愧了 众人纷纷说道 并随着直播而传遍了新网 引起了热议 也引起了轰动 小青龙将这一切都是听在了耳中 他不由大怒 帝女杀手这个称号虽然不弱于灵涵 但带着一个女字 怎么总感觉是一种讽刺呢 灵涵 龙爷要跟你换 他叫道 龙爷是弟子杀手 你是帝女杀手 灵涵只是一笑 完全没有接话的意思 那此发帝女也是大怒 他被完全无视了 肃云千急 他娇持一声 双掌连拍 轰轰轰 一时之间 风云变幻天地失色 若非这是狼山 估计现在已经分崩离析 被他恐怖的力量震得粉碎了 小青龙则是轻横一生 雕虫小技 他连地数都不必催动 聪容化解 现在他倒不是没有地数可用 出生之后 他有许多神通随之觉醒 那是真龙封印在他是海中的 只要一出事就会解封 为他所学 这么一年多下来 他也修成了几门 不再像当初对阵灵寒石那样 打击了只能涂口水 见小青龙的神威如斯 众人都是感慨不已 此发女子连地数都用上了 却仍是无法镇压这条四脚蛇 可见这家伙的恐怖了 四脚蛇一族要崛起了 不错 这是个天纵奇才 未来哪怕不能成帝 也将是一尊无比强势的圣人 唉 真是羡慕四脚蛇一族 之前默默无闻 现在要一招崛起了 众人都是说道 新网上也是一片感叹 又要有一个种族登上历史舞台了 小青龙一脸便秘的表情 他是真龙之子 乃为龙族首领 什么四脚蛇 他这一族明明早已经威震天下 当初朱弟病历时 龙族都是顶而兼而的 你们这些孤陋寡闻的家伙 都给龙爷闭嘴 他大喝道 终是动起了真格 子发弟女亥然 这才是四脚蛇的真正实力吗 太恐怖了 他在无丝毫的侥幸心里 立刻燃烧起了地穴 顿时 整个人瞬间放大 化为一尊百丈高的女巨人 但身材依然动人 明媚妖娆 哼 他一掌拍出 恐怖的力量沸腾 只见手臂上 接有一道道的纹路发光 他的力量在31重天左右 燃烧地穴之后 一下子就飙到了39重天 在施展地数 战力冲上了40重天 没办法 40重天是一道坎 便是燃烧地穴也无法迈过 好像天地之间有一种力量在束缚 你不是自己修出来的力量 战力就不可能突破40重天 饶是如此 40重天的战力也无比恐怖了 试问天下谁能打 小青龙露出不屑之色 连40重天的战力都没有突破 也配与龙叶交手 他完全不避不让 招招应接 轰 轰 轰 众人惊恐地发现 小青龙硬扛子发帝女 不但不落下风 甚至还占到了一丝丝上风 嘶 这是什么概念 子发帝女的战力是40重天 那还能够压制于他 这战力岂不是要超过40重天 妈呀 这也太恐怖了 谁都知道 圣丹镜的战力不可能超过40重天 再往上的话 那差不多要进入真我镜的领域了 可五道有着森严的壁垒 真我镜绝对碾压圣丹 这是真理 治理 可现在呢 这条四角蛇居然隐约有打破这个治理的可能 谁能不惊 众人那震惊的表情让小青龙很受用 他哈哈大笑 龙也乃是天下第一人 同皆无敌 日后必成大地 尔等还不速速叩拜 这骚包的 众人都是无语 说到天赋之牛叉 这家伙真是比林涵还要妖孽 可性格怎地就那么贱呢 喂喂喂 你们是什么表情 小青龙极了 刚才还是一副震惊到爆的表情 怎么现在都戴上了比一只色脸 子发帝女则要气疯了 她都用上绝招了 可小青龙居然还敢分神 完全没把她当回事 让她情何以堪 此 她寄出了一杆枪 向着小青龙刺去 这是把仿制帝兵 威力无比强大 但是 天帝有一道线 不是自己真正的实力 无法超过四十重天 因此 她寄出法器也是白搭 战力并没有因此跨境四十一重天 可在她的意识之下 长枪有弱活过来似的 竟能自主攻伐 威力不弱于她 这就好像有两名身距四十重天战力的人在联手 威力自然大增 第四千一百五十五章 帝女杀手 小青龙怡然无惧 战力超过一中天 至少要三到四人才能弥补 再说了 她修天龙地爵 体魄无比强横 就算被轰到一两下也无所谓 否则的话 她怎么能够与灵寒战斗那么久 再说了 滴血燃烧可是有时间的 一旦燃尽 此发帝女的战力就会瞬间跌落 法器没有强大的实力去催动 那品质再好也是百搭 众人则是看得慕迷神离 天哪 怎么可能有这么变态的高手 灵寒跟她一比 亦是差到了天边吧 小青龙打得兴起 地数运转 强势反击 砰 砰 砰 地女又如何 燃烧了地穴又如何 手指地冰坊气又如何 此发女被连连轰退 完全不敌 我乐了个去 所有人都是张大了嘴巴 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 这次脚蛇虽然剑 可同街一战 她应该是天下无敌了 未来必定成胜 甚至有望冲击地路 砰 此发地女被声声轰飞了出去 撞在了远处的山峰上 身形叠落石 体型也在急速变小 这时被声声打灭了燃烧的地穴 小青龙完胜 众人皆是用敬畏的目光看着她 甚至有一种狂热 无者只信奉强者 小青龙已经用实力证明了她的强大 值得敬畏 小青龙也十分享受众人的目光 她黑黑一笑 到以后都给龙爷做小弟 亏待不了你们 众人都是翻白眼 别看他们并非地族 但哪一个都是出身不凡 不是身上流有圣血 就是圣地的弟子 再若也有尊者的背景 要让他们认一条四角蛇为老大 哪怕你再能打 再妖孽也不行 大家还是要面子的 毕竟这条四角蛇的见性 已经随着直播传遍了新语 见众人又比开了目光 小青龙只觉要气出内伤来了 为什么他这个真龙之子 总是被人鄙视呢 走 林涵挥了挥手 不想再看小青龙这么表演下去 大黑狗黑黑一笑 与林涵并肩而行 小青龙一见 连忙也跟了上去 等等龙爷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哑然 小青龙这么强大这么妖孽 可好像有点厚着脸皮 在粘着林涵啊 不然的话 他大可以虎屈一阵 命令林涵停下来 呲 林涵这家伙得到这样的壁住 要上天了啊 而在新网上 一片鸡飞狗跳 号外号外 弟子杀手林涵与帝女杀手四角蛇联手 正在攀登廊山 向那里的弟子弟女发起挑战 弟子杀手不用多说 大家对他已经不乏了解 弟女杀手四角蛇 这是突然冒出来的天才 实力强悍的无以复加 他们两人联手 会不会创造一项历史 敬拜所有弟子弟女呢 已经有一名弟女被击败了 大家请继续关注我的直播 我将为大家揭晓答案 小青龙在此之前 名不见经传 可一出现就闹出了大动静 以击败一名弟女 树立了他的赫赫声明 在新网上引起了一片猜测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又是怎么与林涵走到一起的呢 林涵一马当先 在此之后山间再没有什么平台了 他们直登顶峰 这里则至少有二十名弟子弟女 百里车 石元枕 徐杰 还有石孟涵 林涵 看到林涵时 百里车立刻目光一寒 他虽然被斩掉了相关的记忆 但在进入真龙渊之前 就已经与林涵结下了仇 自然看林涵不顺眼了 不过 也许在真龙渊中吃亏太甚 他本能必生起对于林涵的厌恶 即想杀之而后快 不只是他 石元枕 徐杰明明没有见过林涵 却依然生起了对于他的厌恶 让他们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难道 他们在真龙渊中被林涵所败 所以留下了魔不去的印记 林涵淡淡一笑 你们不是要占我吗 现在我来了 是你得到了气韵真龙 一名弟子问道 但并非进入真龙渊中的其中一个 不错 林涵点头 刚才那名弟子不由大笑起来 然后看向百里车等人 百里 徐杰 你们居然败给了这么一个低贱之人 当初进入真龙渊的诸多弟子 帝女皆是露出脸红之色 有地族的参与 可最终却让一个非地族摘得了头盔 这打脸打得啪啪啪啊 百里车横了一声 道 我虽然不记得当初发生的具体事情 但区区一个贱名 怎么可能匹敌弟子 更何况还是那么多的弟子 所以 此人一定是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 林涵摇摇头 难道忘了事实真相 就可以乱说以气吗 他也无所谓 大步走了出来 道 来来来 不服气的尽管出来 我打到你们叫爷爷为止 此话一出 所有地族竟皆露出怒容 除了池孟涵 林涵 你最好立刻离开 这次还来了精残族的弟子 实力不在我之下 池孟涵以神式传音向着林涵说道 这女人心眼不错 对得起在真龙渊中的风雨同舟 林涵微微一笑 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我单挑你们全部 第二 你们一起上 何占我一个 还有龙爷 小青龙不甘被晾在一边 连忙叫道 好狂 这里有多少弟子弟女 差不多二十个 虽然生单禁与真我禁之间有着天线 但这么多的弟子弟女联手 一起燃烧地穴的话 估计完全可以占最弱的真我禁 品质不及数量补 林涵就算和四角蛇联手 那也不过区区二人 怎么可能是对手 池孟涵不由皱起了柳眉 他已经提醒了林涵 怎么这家伙还是不听呢 啪啪啪 百里车拍手 一边走了出来 林涵 不要以为别人给你灌了一个弟子杀手的头衔 你就真的以为可以凌驾于弟子之上 我告诉你 龙永远是龙 而虫也永远是虫 百里兄 这个小臭虫就交给你了 徐杰笑道 扫了林涵一眼 带着强烈的不屑 好 百里车点点头 身上散发出强烈的杀鸡 他对林涵的记忆还停留在进入真龙渊之前 但光是池孟涵对林涵的态度就让他杀一丛生 死吧 他身形纵出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第四千一百五十六张超四十重天 一名弟子杀了过来 搅动起了无边的风云 弟子 同阶最强的代名词 谁人能抗 林涵淡淡一笑 挥起拳头就打了过去 砰 拳落 便见百里车以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 重重地撞在了山壁上 整个人都是陷进了山体之中 这亏的是狼山 否则的话 这个山头都会被生生撞飞 全场 一片寂静 无论是弟子弟女 还是那些围观之人 这 太不可思议了吧 百里车可是弟子啊 实力恐怖的无法形容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 居然被林涵一拳就打飞了 天 一会之后 众人才发出惊呼 之前还觉得四脚蛇牛逼到没朋友 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狠的 生丹 大圆满 池孟寒美目一亮 一字一字地道 他可是知道 林涵乃是八星资质 比自己还要出色 所以 林涵一旦迈进了生丹大圆满 那时间还有谁能够与他匹敌 他并不记得 其实林涵是准九星的资质 而现在修炼了天龙帝绝后 他绝对是九星资质 甚至达到了准十星真实星的资质 啊 只听百里车一声吼 从山壁中挣脱出来 战意凛然 化成了石质 如同火焰一般沸腾着 堂堂弟子 居然被人一拳打飞 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秋 他又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砰 然而 他现在又怎么可能是林涵的一盒之敌 悲剧帝又被一拳打飞 林涵淡淡一笑 扫了一下猪人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众弟子弟女都是无语 百里车连续两次都是被一拳打飞 这完全证明了林涵的实力 也说明了他们这些弟子弟女与林涵的差距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非地族 凭什么修出这样的实力 思 他们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林涵未来可能成帝 在历史上 弟子并非一直无敌 也曾经被吊打过 那就是有新祖王诞生的时期 正在那个时代的弟子弟女都非常不幸 因为他们要被未来的祖王踩着脑袋登陵地位 只能沦为背景墙 现在 镇龙渊开启 说明天地已经做好的准备 迎接一位新帝的诞生 会是林涵 不不不 绝不可能 应该是黄金一代中的一员 注定要打破地族不能出地的诅咒 林 涵 百里车再一次站了出来 轰 地血燃烧 他立刻化身为百丈高的巨人 浑身密布着复杂的纹路 绽放着夺目的光辉 这一刻的百里车信心百倍 因为一旦燃烧地血 他注定无敌 林涵则是有些亚然 不是说地血燃烧之后 至少要几十年才能恢复吗 先是一个林老 再是百里车 都打破了这个规律 只能说 地族自由手段 我要将你碎十万段 百里车吼道 纵身一跃 向着林涵第三度杀去 林涵冷恒一声 仍是一拳挥出 哼 让人惊掉眼球的一幕出现 只见百里车那巨大的身形猛地被砸飞 重重地砸在了山壁上 我去 所有人 包括地族在内 皆是张大了嘴巴 完全的不敢相信 又是一拳打飞 你妹的 要知道 现在的百里车可是燃烧了地血 战力直标四十重天 这都被一拳打飞 林涵的战力又得强到什么地步 四十一重天 不够不够 一中天的优势只能保证林涵可以吻赢 但绝不可能一拳建功 这的是三重天的实力碾压 天 天 天 一想到这个可怕的数字 每个人都是只觉头皮发麻 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好吧 哪怕他们的老祖宗 开创地族的那些祖王 当初在圣丹静的时候 也不过拥有三十六到三十九重天之力 在浮以仙树 确实可以打破四十重天的枷锁 但最多也就四十二重天 但要知道 那些可是未来的祖王啊 四十三重天的战力 连祖王年轻十一不能契及 怪物 绝对的怪物 持梦寒美目泛光 他知道林涵强大 但万万没有料到 林涵可以妖孽到这样的地步 而且林涵虽然迈进了大圆满 却显然还没有达到生丹静的尽头 思 想到这里 他不由骇然 四十三重天的战力 居然还不是林涵的极限 天哪 难道这家伙真要上演奇迹 在生丹静的时候 就拥有真我静的战力 林涵微微一笑 看向诸人 现在 你们应该知道 我并没有瞧不起你们 完全是实事求是吧 话是没错 可众帝族仍是感觉自己被鄙视了 战不战 林涵笑道 战就痛快一点 赶紧上 不战的话 那也痛快一点 把铁牛血果拿来 众帝族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单打独斗 哪怕燃烧了地血 他们也不是林涵的一合之敌 可联手一起上吧 这确实有胜算 但赢了又如何 这帝子帝女居然需要联手才能胜敌 传出去依然是一个大笑话 而且 还有一个可能 万一败了呢 那真是丢脸丢到天边去了 林涵 我与你切磋三招 就在这时 只见一名锦衣年轻人走了出来 相貌英俊无比 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鹦鹉之气 精残地俗 张芳 这年轻人自我介绍道 林涵忘了一下 这就是持梦涵警告他要小心的高手 他不有感兴趣 这个张芳又有多强 请 他说道 收起了轻狂 张芳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他被誉为天赋不弱于黄金一代 也确实扭叉 原始力量高达三十五重天 可再怎么爆发 战力依然无法破四十重 所以 他面对林涵的时候 自然要如灵大敌 嘿 他轻喝一声 向着林涵急扑而去 他并没有燃烧地穴 与他这样的天才来说 已经直追祖王当年 所以燃烧地穴也没有多大的用 顶多提升他一两重天的战力而已 所以 他干脆不用了 正好彰显一下宫廷 既然如此 林涵也没有动有体数 只是杨树秘力 与张芳对轰 然而 他的秘力已经达到了三十六重天 别看只比张芳多了一重天 可强就是强 轰 轰 轰 张芳完全落在了下风 毫无还手之力 第四千一百五十七张永固 砰砰砰 张芳只觉漫天全是拳头 如同一颗颗星体向着他砸了过来 沉重的无以复加 这一刻 他感觉时间无比的漫长 明明只是三招而已 怎么还没有结束 终于 林涵停下了手来 张芳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满脸都是骇然 他完全不敌 这是黄金一代的实力啊 太恐怖了 他却不知 林涵还没有动用体数 否则的话 他也不是一拳之敌 林兄之威 果然冠绝天下 张芳叹了口气 直接取出一只玉和地上 这是铁牛血果 林涵毫不客气地收了起来 这是他跑过来的主要目的 不然的话 光是为了揍几个弟子 他才懒得专门跑上一趟 嗯 他突然回头 向着之前百里车撞击的地方看去 一股强大而危险的气息正在沸腾 让他都是感到了不安 只见百里车已是爬了起来 他现在的身高差不多有十丈 这很古怪 人比正常人的体型要大 但又要比燃烧地穴时的体型小 这家伙要突破了 有人说道 不甘败于一个非地族的手中 百里车索性以地穴为驱动 开启了突破之路 于弟子来说 在战斗中突破本就不是难事 现在又有了地穴支柱 这更是顺理成章了 林涵虽然强大 妖孽到无以复加 可以媲美黄金一代 但是 百里车若是突破了真我镜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对 再强大的升丹镜也无法和真我镜抗衡 这是五道铁律 而且 百里车是在战斗中突破的 仍可以算是公平一战 这下 林涵要糟了 众人纷纷说道 现在没有人否定林涵的妖孽和强大 但是 百里车一旦突破真我镜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 林涵 你都不过我 区区建民 又岂能与地族争灰 百里车杀了过来 轰 无尽的能量沸腾 他现在的战力无比恐怖 现在的他 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真我镜 但还没有完全地跨出去 可以说是准真我镜 可在五道界 并没有准真我镜这样的说法 因为要么突破成功 要么失败 没有卡在中间的 谁会在突破的时候与人干架 而且 这个过程只会持续短短的一会 也没有必要去刻意命名 轰 他一急杀来 威势滔天 不但力量超过了四十重天 还有道泽声光 荡出了连衣 真我镜便能运转道泽 这是与生单静值的不同 也是碾压的关键 呵呵 真我镜妈 林涵全力以赴 与百里车对轰 砰 砰 砰 众人亥然 因为林涵并不落下风 太变态了吧 百里车都已经一只脚跨进了真我镜 可以动用道泽了 可依然无法压制林涵 可林涵确实知道 自己真的已经全力以赴了 他销了百里车三重天的战力 又运转了地数 可依然只能与百里车轰个平手 说明大境界的差距真是一道鸿沟 关键是 百里车还没有完成突破 他的战力还在提升 照这样下去 他终究是要超越林涵的 不能让他突破成功 林涵在心中说道 否则的话 他真的会不敌 他心念一动 轰 一条地龙盾石从大地中窜腾出来 一路上山 林涵也没有闲着 摸清楚了整个青狼星的地脉 而狼山乃是一位大地的得道地 不但是一个地脉口 而且地气充沛 远远无尽 这一条地龙窜腾出来 足有十丈长 以地气为谷 以秩序神炼为精 再以符文相牵 散发着真我静特有的气息 靠 众人皆是无语 百里车还没有完全跨境真我静呢 可林涵却已经率先动用了真我静的手段 这到底是谁在突破啊 砰 地龙一级 百里车顿时闷横一声 被声声打飞了出去 这地龙可是真正的真我静 百里车却还要去硬钢 这不是犯傻吗 百里车在一次撞进了山壁之中 勉强挣脱出来 浑身的皮肤已是裂开了六成 鲜血鼓鼓涌出 模样极彩 而更让他色变的是 被这么一记爆轰 他的突破居然停了下来 这 现在这个状态很牛叉 足以横扫一切声丹镜 但他又能算是半个真我静 别人可丝毫不会认为 他是古往今来最强的声丹 嗯 鼓注今来最弱的真我静还差不多 别人突破 都是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之下 可他自持弟子 现在还有滴血辅助 突破真我静一如反掌 可万万没有料到 林涵居然调动了真我静的地龙 一级与他重创 甚至还中断了他的突破 这可以算是走火入魔 现在乍看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反噬 但极有可能这辈子都无法突破真我静了 堂堂弟子 未来至少有七成的希望能够成胜 居然被卡在了准真我静 天大的笑话 林涵则是毫不客气 手一指 又是一条地龙浮现 向着百里车而去 而他本人也跟着射出 以图神术轰击 地龙的缺点是失之灵动 空有真我静的威力 那只要留神去躲 便使声单静也能避得开 可再加上一个林涵的话 那就不同了 他轰击百里车 封锁了对方的逃避路线 只能与地龙硬扛 这让百里车怎么遭得住 而且 他现在被轰击得越踩 那越有可能被勇士封在这个阶段 真的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 不 百里车大吼 他只是想要击杀一个贱民而已 怎么将自己推向了如此深渊 林涵发动铜树 将他的状态看得清楚 不有冷笑 这真是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了 他没有一点心软 继续发动地龙轰击 要彻底锁死百里车的状态 让这个家伙永远翻不了身 十几招后 百里车被重创 扑倒在了地上 地穴已是用镜 化成了正常人的大小 而气息则是徘徊在 生丹镜与真我镜之间 好像被凝固了似的 完了 这下百里车真的完了 他可能被一辈子 钉死在这个境界 可怜啊 堂堂弟子 居然连真我镜也无法冲上 哈哈 这算不算史上最弱的弟子 有人摇头感慨 有人则是说着风凉话 地族之间也不是一团和气 有些甚至是大敌 第4158张废月丹 一代弟子 居然就这样废了 这肯定会让紫薇地族 动雷霆之怒 哪怕百里车 并非他们一族的最强弟子 还有黄金一代呢 可拥有半个大境界的优势 依然还是被人打爆了 这会让紫薇地族成为笑柄 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关键是 紫薇地族还很难向灵海发难 众目睽睽之下的宫廷一战 甚至还被直播到了新网去 而且 严格书写来百里车 还占了半个大境界的优势 居然仍是被打残 怪得了谁 要是紫薇地族拿这个去压凌寒的话 那更要成为笑话了 众人皆是感叹 看来紫薇地族要吃下这个闷亏了 哪怕要找凌寒报仇 也只能用公平的办法 比如说 等凌寒迈进争我禁后 再派出相应的高手去震杀 地族高高在上 可以为所欲为 但同时也被这个名声所束缚 要时时刻刻维护地族的尊严 没办法啊 谁让他们遇到了凌寒呢 这个变态啊 强得法指 众人默不想到 哪怕是黄金一代出手 同街一战之下 又是凌寒的对手吗 现在 武道将迎来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真龙渊的开启 确确实实证明了 天帝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位新帝了 而凌寒偏在这个节骨上展现出妖孽的实力 是不是说 他是地位的最强竞争者呢 众人心中皆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 成帝太有诱惑力了 这可以说是天交门努力奋斗的终极目标 现在才刚刚起步 就有变态几乎要锁定了冠军 这让谁能心理平衡 杀 将这个妖孽集杀在萌芽阶段 这样 地路之上就少了一个最强的竞争对手 当然 没有一名地族出手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可不是凌寒的对手 甚至立刻突破真我镜也不行 凌寒还是一位正道宗师 可以抽取地气来迎敌 完全可以视其为一名真我镜的高手 所以 现在不能冲动 凌寒扫了一圈猪人 笑道 还有人要向我挑战吗 无人应答 地族又如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只有低头的资格 那 走了 林寒笑了笑 抓起小青龙和大黑狗 心念一动之中 已是利用地脉顺移而去 这时 众地族才算是松了口气 脸色一个个都很肃然 这是一个极可能搅局的人 生丹静这个级别 他已经无敌了 我们的尽快突破真我镜 不然只有被他镇压的份 走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突破 众地族纷纷离去 而围观群众则是兴奋地在新网上讨论起来 作为现场观战的议员 他们当然最有发言权了 享受着在新网上指点江山的风光 林寒利用地脉顿出 九山尊者也是立刻出现 直接撕开一个空间裂缝 然后带着林寒三个回归九阳星 他对于林寒的表现越发的满意 这名弟子横扫一切弟子 完全符合未来祖王的无敌风采 倒是小青龙让他眼睛一亮 没想到林寒身边还隐藏着这样的天才 这四脚蛇是什么来头 回到九阳星后 九山尊者向林寒问道 小青龙差点抓狂 你们一个个够了没有 他是真龙 真龙狗日的才是四脚蛇 嗡四脚蛇 你是不是在悄悄骂狗爷 大黑狗立刻道 你怎么知道的 小青龙问 你一脸便秘的表情 肯定是在骂人 而又看了狗爷一眼 肯定把狗爷也骂了进去 大黑狗说道 小青龙无语 这大黑狗果然比他还要见 所以 发现见人的能力也是强得可怕 他是我从一个古籍中发现的远古生灵 自称是龙 林寒笑道 并没有说出完全的真相 倒不是他不相信九山尊者 而是这件事情牵涉得实在太广 说不定会把琳朗之死都是翻出来 正因为林寒现在对九阳圣帝有了归属感 所以他才不想把九阳圣帝 也给拉扯进宇帝族的恩怨之中 之前只能说是小打小闹 但要是泄露出他杀了帝族的秘密 那火云帝族的圣人真有可能拎着帝兵过来的 这四角蛇不简单 九山尊者缩然道 本尊可以感应道 他体内扬动着龙威 即可能是灭绝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龙族 没错 你大爷就是真龙亲子 小青龙神器活现地道 他 他立刻就挨了一巴掌 怒得他刚想跳脚时 却看到林寒警告的表情 立刻就尾了 他打不过林寒 九山尊者点点头 他并不介意林寒有些小秘密 这谁没有呢 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踏进真我境 他笑道 对林寒充满了希望 只有踏进真我境 才真正意义上走上了心路 能够去触摸天地道则 没有踏足这一步 是不可能知道掌握了天地道则之后 舞者可以发挥出多么恐怖的战力 去吧 林寒三个变回了住处 大黑狗和小青龙的双剑组合根本闲不住 又联手出去装逼耍剑去了 而林寒则是开炉炼丹 炼制废月丹 这可以置于绝大多数的走火入魔之政 最高便是尊者级 在网上就不行了 那属于圣药的范畴 林寒现在可没有能力炼制 因为就一份材料 而且之前林寒也从来没有炼制过 因此 他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先模拟了几次 待有了七成把握之后 他才真正开始炼制 半天之后 他露出笑容 成了 压力之下 反倒将他的斗志 潜力都给激发了出来 以此成功 不得不说 林寒还是挺健的 只是健的方向与大黑狗 小青龙完全不同而已 一共就炼出了三枚丹药 林寒把丹药装进了瓶子里 然后去找宋兰 莫 他把丹瓶递了过去 宋兰虽然伸手去接 却是满脸的茫然 这是什么东西 林寒一笑 飞月丹 应该可以治好你的祖爷爷 顿时 宋兰的双眼就放光了 充满了感激 兴奋还有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愫 之前林寒确实说过 待他以后丹道水准提升上来 会帮自己炼制丹药 救治祖爷爷 可万万没有料到 这一天居然会如此之快递到来了 他自然感激了 更有一种少女的感动 第四千一百五十九张颂有道 还傻愣着干嘛 赶紧回家去 林寒笑道 纵蓝白了他一眼 这个家伙怎地那么不解风情里 但他脸皮薄 也不好意思明说什么 当即摁了一声 开始收拾一下行装 回帆祖帝 林寒没当回事 这只是完成了一个约定 让他信守了沉默 免得以后留下一个心魔 完全不是因为他对宋兰有什么想法 让他郁闷的是 吉祥天还是每天都会来超度他 让他帆不生帆 他索性开始闭关 专心修炼 一晃 就是半年过去 林寒在体术和秘力的修炼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将两者的原始力量皆推进到了三十八重天 这是什么概念 光是任何一种力量发威 他便可以横扫一切生担 而两者一起爆发的话 他的力量可以爆发出四十三重天的威力 这恐怕便是所有大帝皆复活过来 同阶一战也不可能是林寒的对手了 小寒子 今天龙爷来教你做龙 小青龙又来了 林寒走出门 不由一笑 难怪这家伙又来了 原来他的进步飞快 在秘力上已经达到了生丹大圆满 这家伙以为可以镇压自己了 刺脚蛇 你难道忘了一次刺被我揍扁的情形了吗 林寒笑道 呸 那是以前 小青龙显得自信满满 也可是神兽初代 修为静静恐怖 现在已经修到了生丹大圆满 秘力直标三十六重天 而体术的话 嘿嘿 那可是爷的领域 力量高达三十七重天 一起爆发的话 那就是四十一重天的力量 小韩子 战斗了没有 光力量爆发就是四十一重天 再用上仙术的话 妥妥的四十四重天 这确实牛逼的一塌糊涂 没办法 谁让在太古的时候 只有真龙才掌握了无敌的体术 现在他将这套体术传了下来 让后代可以同修 战力自然大增 超越了历代祖王 当然了 境界越高 战力中力量所占的比重就越是小 体术的优势会越来越不明显 但多修一门体术肯定是有帮助的 不然的话 为何当初真龙才是诸神兽之手呢 林涵哈哈一笑 道 肥养的家伙 又欠收拾了 小韩子 上天一战 小青龙飞腾入空 他等着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 林涵也升入空中 覆手而立 自信十足 龙爷最讨厌你这种装逼的模样了 小青龙嫌恶地道 哈哈 那我倒是挺享受你这种不爽 我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林涵说道 废话少说 看招 小青龙杀了过来 他并没有客气 一上手就是战力全开 因为他知道林涵的强大 完全不用担心失手将林涵打死或者打伤了 林涵也爆发力量 与小青龙对轰 蹭 蹭 蹭 不过几招而已 小青龙就哇哇大叫 怎么可能 他惊呼道 你的力量居然比龙爷还要强 这太没天理了 他已经是41重天的爆发之力了 连历代祖王都无法与他相比 可现在居然有人比他的力量还要强大 这让他怎么能够相信 刺脚蛇 知道谁是大爷了吧 林涵笑道 龙爷不服 小青龙昂着头道 两人在战 但力量碾压 线束上也没有优势 小青龙自然还是落在下风 被林涵暴揍了一通 战斗结束 小青龙鼻青脸肿 他满脸的不干 道 为什么你的力量还在我之上 因为我比你优秀 林涵笑道 滚 小青龙身受打击 他可是出淡啊 血脉最纯净的祖王之后 居然输给了一个凡人 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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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底下传来了喊声 好像还挺急的 嗯 林涵身形一动 已失落到了地上 只见在他的门口 正站着一名男子 看样子还挺年轻的 英气勃发 长相帅气 而从他散发出来的气息 看 这家伙是生单出奇的修为 有事 林涵问道 你就是林涵 年轻男子问道 看了林涵一眼 他点了点头 好像认识林涵似的 对 你就是林涵 你是谁啊 小青龙问道 他还没有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正满脸的不爽 乍看到一条鼻青脸肿的四脚蛇 那男子吓了一跳 居然还向后退了一步 做出防御状 这可把小青龙气得 向林涵道 都怪你 把龙爷英俊的脸庞都是打中了 不是你自找的吗 林涵耸了耸肩 林涵 快跟我回去 那年轻男子愣了一下之后 立刻向林涵说道 再晚就来不及了 干嘛干嘛 你抢青啊 小青龙说话完全没有分寸 带着什么就说什么 林涵拍了小青龙一巴掌 向年轻男子道 你到底是谁 跟你很熟吗 一上来就要跟你走 不 我叫宋友道 是宋兰的哥哥 年轻男子这才恍然大悟 连忙自我介绍 咦 你大舅子 小青龙看向林涵 滚 林涵一脚将四脚蛇踹飞 然后对宋友道道 怎么 宋兰遇到麻烦了 嗯嗯嗯 林涵 快跟我回家族 不然的话 我妹妹就要嫁给冒云天了 宋友道说道 这什么情况 林涵亚然 宋兰嫁不嫁人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别急 给我从头到尾 好好说上一下 他摆了摆手 听得很萌圈啊 宋友道 组织一下思绪 这才开始说了起来 原来 宋兰回家送药 很快就让祖爷爷 宋青恢复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完了之后 宋兰也应该 回九阳圣地 继续参修 可在宋家的心域之中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强势的家族 便是冒家 也是尊者级的势力 一直对宋家虎视眈眈 想要吞而并之 宋青走火入魔 给了茂家绝好的机会 一直在施以压力 让宋家妥协 最终 为了争取时间 宋家便答应与茂家联姻 而这和亲的对象 自然是宋家最杰出的后代 也是星空下的 第九历人宋兰了 这次宋青恢复过来 茂家便进一步相逼 要求宋兰完婚 第4160张抢亲 林涵觉得奇怪 道 既然你们的祖爷爷已经恢复 那自然可以强势解除这门婚事 哎 媚夫 你有所不知啊 宋友道拍拍林涵的肩 摇头叹息道 林涵翻白眼 你这未免也太自说自话了 什么媚夫 我祖爷爷是三星尊者 而茂家那位却是五星尊者 实力差距还是挺大的 宋友道解释了起来 祖爷爷为了对抗茂家 才冒险冲击四星尊者 没想到非但没有成功 而且还走火入谋了 但经过这一查之后 祖爷爷也变得胆小了 宁可将我妹妹送出去和亲 也不愿再去冲击四星尊者 林涵叹了口气 无者本应无畏 冲击五道巅峰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意志如铁 经历了一次黑暗的挫折之后 就会失去一切进取心 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性情大变 宋兰的祖爷爷就是典型 原本为了家族不惜冒险 冲击四星尊者 可走火入魔之后 在黑暗中徘徊得太久 他也被错去了一切斗志 哪怕恢复过来 他再也不敢与茂家为敌 甘心当个苏头乌龟 那找我有什么用 林涵问道 他才只是小小的生丹静 遇到真我敬就要歇菜 难道还要他去抢亲不成 抢亲啊 纵有道理所当然地道 林涵满头黑线 你是弱智还是脑残 他去抢亲 不怕被乱棍打死吗 你是九阳圣地的弟子 谁都知道你及的九山尊者的喜欢 有可能被收为清传弟子 纵有道继续道 而且我们家族也有一个声音 认为应该坚定地与冒家旦 不能被他们吞并了 所以你去抢亲的话 一路都会畅通无阻 只需要将我妹妹带回圣地 那辆冒家也不敢过来要人 呃 你这计划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关键是 干嘛要找我呢 我跟你宋家没有什么关系 跟宋兰也只是普通的师兄妹啊 那的 你们就不能派人将宋兰送过来吗 林涵问道 如此的话 岂不是摆明和貌家为敌 纵有道反问道 那我就应该当这的被郭侠 林涵也反问 咦 你不是我妹夫吗 你不扛谁扛 纵有道再反问 靠 谁是你妹夫 我能澄清一下 我跟宋兰只是纯洁的师兄妹关系吗 林涵叹了口气 纵有道就呵呵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师兄妹关系 你会送宋兰三颗废月丹 那可是尊者级的丹药 拿到新网上去卖的话 价值连成 甚至可以换来一门尊者级的宝树 靠 我做个好人也不行啊 再说了 尊者级的宝树现在也根本不放在他的眼里 这你妈的 只是避免未来会出现心魔 怎么让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林涵叹了口气 他既然知道了这事 又选择做事不理的话 那还是会在日后留下心魔的种子 因为这件事的起因在他 怎么也撇不清关系 哎 好郁闷啊 好吧 我跟你去抢人 林涵说道 待把人抢回来 那以后宋兰会不会被茂加抓走 就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抢亲 宋有道纠正道 抢你妹的亲 林涵在心中吐糟一句 但想一下 还真是抢他妹的亲 一点也没有错 他更加郁闷了 抢亲这种热闹事 又怎么少得了小青龙呢 他立刻发消息给大黑狗 连接器这种东西 自然是第一时间就入手的 于是 这两个贱货兴致勃勃 非要跟着林涵一起去 行吧 一起就一起 他们搭乘传送阵 向着宋家所在的碧灵星而去 这自然没有尊者带着直接撕裂空间块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才终于来到了碧灵星 宋家是碧灵星的统治者 不但碧灵星是他们的私产 四周好几个星体也同样如此 他们与茂家一起 瓜分了这太行星域所有的生命星体 有宋有道带路 那自然是畅通无阻 不过一会 他们就进入了宋家的祖地 这在山中 以大阵聚恋天地之力 化成了一座人间仙境 青山绿水 白鹤成群 一座座小湖泊中 有上古青里在溪水 一道道瀑布飞挂 有秩序道泽在闪现 不愧是尊者势力 虽然比不上九阳圣地 但也可以称得上是修炼宝地了 九爷 你怎么才回来 有一名仆纵打扮的中年男子迎了上来 怎么了 纵有道问三小姐今日成婚啊 那中年男子说道 啊 纵有道吃了一惊 怎地这么快 婚礼提前了 一直是这个日子 中年蒲纵道 靠 我算错日子了 纵有道抱头惨叫 林寒三个皆是满头黑线 这个兄长也太不靠谱了 简直坑妹啊 这下怎么办 纵有道难难 本来是悄然无声地拐了人就跑 对外则宣称林寒干的 反正人在九阳圣地 你冒家有本事就去要人啊 但现在都到了婚礼当天 林寒还怎么抢人 冒家难道就没有高手过来吗 不说别人 就说冒云天吧 人家本身就是争我尽 一只手就可以镇压林寒了 抢个屁青 送死吧 林寒则是展颜一笑 走 我们去参加婚礼 小青龙和大黑狗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自然不会惧怕 皆是起哄 要去闹洞房 林寒将宋有道抓了起来 询问婚礼的细节 因为两大家足隔了好几个星体 距离比较远 所以今天先会在宋家办一次礼 入一次洞房 待明天取青回茂家 再办一次礼 再入一次洞房 洞房在哪 林寒向宋有道问 嘶 你真要搞事情 宋有道道抽凉器 你叫我过来 不就是为了搞事情的吗 林寒笑道 好 搞了 宋有道一拍大腿 终是下定了决心 他们直接去了洞房 宋有道要避嫌 便悄然离去 只剩林寒三个藏在了房间之中 还没有闹过洞房 感觉好刺激 小青龙道 妾 真是没见识 大黑狗比一道 那你好好看 以后就有经验了 好 小青龙点头 林寒无语 看样子这两个坑货还上瘾了